大家好 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一脸凝重地对我说 患者左腿被翻过去的车身压住了 需要尽快动手术 但是林太太医生说到这里顿了顿 推了推眼镜 手术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成功 必要时我们会采取节肢措施 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我愣在原地 眼泪立马落了下来 能否让我联系一下我公公婆婆 这么大的事我无法一个人做决定 医生见词点了点头 我拿出手机 发现没电关机了 我又拿出林磊的手机 手机是刚刚交警 拿给我的 说林磊昏迷前还一直喊着要找手机 输入密码显示错误 我又试了几次还没能解开 我有点奇怪 因为林磊说过 他的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就着林磊的手用指纹开了锁 看着已经昏迷中的林磊 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心疼 林磊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若是失去腿 对他来说将会是怎样的打击 这时滑动微信的手一顿 林磊手机里居然有两个微信聊天页面 停留在他与一个女人的对话 你什么时候跟孟清离婚? 等他儿子生下来吧 林磊回复 他 有我给你生还不够吗? 我们的儿子都八岁了 还一直问我爸爸 为什么没有天天回家? 你要我怎么跟他说? 我爸妈说了 孟清那个儿子也得让他生下来 我们林家本来就我一个儿子 人丁单薄 想再要一个 本来想要你再生一个 我们一直都没有避孕 可是这么久了 你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 所以 孟清肚里这个孩子 我必须要你再忍忍 随便你要过来了吗? 看到这里 我的身躯忍不住摇晃了下 顿时全身像泄了气一般 无力地靠在背后的墙面上 所以林磊跟我说 今天她要去出差 其实是要去找这个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 还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周雅 我嫁给林磊 就是周雅介绍我们认识的 我是孤儿 毕业后自己创业 因为自身运气好 生意做得很成功 因为习惯 我经常去美容院保养 也是在美容院里 我认识了周雅 不得不说 周雅还是有一些手段的 她是美容院里的经理之一 能说会道 哄得富婆们都很开心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偶然聊天的 我还未结婚 周雅就执着说 要给我介绍对象 经常在我耳边说 给我介绍的那个人老实 学历也好 目前自己创业 很有拼搏精神 虽然家里穷了点 我拒绝了 后来在在美容院的时候 恰巧遇到了林磊 我和她对视的那一刻 我承认眼前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让我单身多年的心悸动了 如今再看来都是圈套 我颤抖着手指 点着屏幕 想看看她这手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时 一个微信群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们才是一家人 什么意思 我和林磊一家子的群名 根本不是这个名字 我点进去 看到里面的聊天内容后 再次令我头皮一阵阵发麻 背脊发凉 等孟青生完孩子还要几个月呢 我这边高利带催得紧 哥要不就不要这个孩子算了 随便找个地方制造成她意外死亡 等她死了 她的遗产都是你的 到时候钱到手了 要多少女人给你生孩子 没有啊 这是我那一口一个嫂子叫得无比亲热的小姑子说的 你这丫头就几个月也不能等 她肚子里那个准 是个男孩 你妈我看得很准的 这是我那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婆婆说的 那就再等等吧 我们林家几代都只有一个男丁 等她生了 加上小雅那个就有两个大胖孙子了 到时候其乐融融多好 而且她生了孩子死了的话 钱也是她孩子的吧 这是我那个看起来无比憨厚老实的公公说的 小雅叫得可真亲热 现在想想 林磊一家一直以来都是连名待姓喊我的 而我那个一点家务活不舍得我做 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的丈夫 只是淡淡说了句 爸妈 我都听你们的 我眼睛无神地盯着前方 愣了许久 滴滴地笑开了 我越笑越大声 眼泪在随着笑声在眼角落下 好戏 真是一出好戏 我是闪婚嫁给的林磊 嫁给他两年 他们一家居然也围绕着我演了两年 我的眼里渐渐被恨意沾满 既然你们想要我死 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医生走过来 问我商量得怎么样了 我直接签好名字递给他 我公公婆婆有失被耽搁了 第一时间来不了自我签了 直接手术吧 如果左腿保留不下的话 也不用勉强 如果能直接截肢是最好不过了 看着林磊被推入手术室 我心里期待着他最好能截肢 既然要演戏 那么就要演全面 我借了别人的手机联系那恶心的一家人 小姑子 公公和婆婆都来了 这是我的意料之中 可我没想到周雅居然也来了 婆婆上来就抓着我的手问 怎么会这样 人到了紧张时刻 自然会露出些马脚 他把我的手臂抓得生疼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 他这是怀疑我把他的宝贝儿子弄成这样的 我心里不禁感慨 以前自己是被猪油蒙了心 脸上却哭着说 我不知道 我也是交警打电话联系的我 说林磊在去公司的路上出了车祸 我赶来的时候医生说腿有可能保不住 需要截肢 听到要截肢 我婆婆直接瘫坐在地上鬼哭狼好起来 我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很快就隐藏下来 周雅走到我面前 红着眼眶 声音哽咽 孟卿 怎么突然就这样 若是林磊出了什么事 以后你跟孩子可怎么办呢 我真是心疼你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还等着林磊跟我离婚吗 现在这个语气是想要抛弃林磊 周雅伸手抱住了我 我拍着他的肩 似自言自语说道 公司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说要去出差啊 现在好了 出了这么严重的车祸 我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 说着故意大声喊起来 感受到周雅一瞬间的僵硬 我在他背后勾起了嘴角 看着一旁哭泣的公公婆婆 呆坐着的小姑子 以及假惺惺的周雅 哼 我想说的是 我怎么办倒不操心 是你们要想想 该怎么办了 老天果然是有眼的 林磊的左腿没保住 他醒来第一句就是问他的手机在哪里 我看着他苍白脸上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把手机递到他面前 他一愣 虚弱地接过去 一直看着我 问了句 怎么在你这里 我对他说是交警给我的 一直放在我包里 怎么了 我脸色如常 他松了口气的样子被我看在眼里 我居然觉得很讽刺 车祸很严重 你左小腿截肢了 我故意很难过地说着 眼泪又跟着掉下来 真好笑 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的演技也能这么好 林磊不相信 想掀开被子看看 可是刚做完手术 身体虚弱 手更是美丽 健壮 我一把僵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拽落在地上 在看到自己的左小腿没了后 林磊大喘了几口气后 直接晕了过去 林磊又被拉去抢救了 原因是突发性心梗 公公婆婆带着他的洗漱衣物来的时候 见到这场景 直接质问我 孟卿 我不是让你暂时不要给阿磊 知道吗 你是不是故意的 这是两年来 婆婆第一次这么急言力色地对我说话 哼 原来这才是你的本性呀 我哭着说 我不知道 我刚好去倒水了 随即便脸色痛苦地捂着肚子 公公见状狠狠扇了婆婆一巴掌 赶紧问我有没有事 看着婆婆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真是大快人心 林磊又被抢救回来了 我有些失望 不过就回来也好 既然命这么硬 那就留着给我慢慢折磨好了 毕竟心里的恨我还没来得及发泄出来 几天后 我喂着她饭 公公婆婆还有小姑子都在 我装作无意地开口 公司的事必须有人打理 如今我肚子的孩子也很稳定 阿蕾还没办法出院 就还是我去吧 几人一听 立刻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而林磊也忘了咀嚼嘴里的饭 都看着我 小姑子急了 可是嫂子 嗯 乐乐怎么了 我带着疑惑地看着她 她一时间也找不到好的借口 便悄悄拉了拉她妈 婆婆 谄媚地笑着对我说 孟清呀 公司的事你还是别去操心了 在家好好养胎就行 让你爸去好了 正好老头子这些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 婆婆掐了掐公公 我看到她脸上其实有些不乐意 但也附和着对 我 去吧 孟清 你还是在家休息 照顾好我林家的第一个大孙子要解 可笑的第一个大孙子 我看向林磊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没有说话 这恶心的一家 心思真的是全写在脸上了 吃我的 穿我的 住的别墅也是我的 如今连我的公司 也要想占为己有吗 就是不知道 你们这点胃口 能装得下你们这部对称的野心部 我当时与林磊结婚 算得上是裸婚 当时的林磊 没车 没房 没存款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仅没有给我一分彩礼 连房子住的都是我的 甚至当时为了稳住我 对我说 自己在创业 手里没有钱 其实她只是租了个一层楼 在装模作样 可我当时因为她那张脸 对她很上头 并没有去关注她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 我不禁纳闷 我当时图她什么呢? 图她费尽心思地骗我 图她好看 图她短 其实想想婚后的几个月里 她对我很好 温柔体贴 俨然一副三好丈夫的模样 因此她对我说 父母和妹妹要来这边租房子住 问我有没有推荐的 结婚前我也见过 她的家人热情 对我那是无微不至 于是我才对她说 婚后直接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因为别墅够大 我当时觉得他们一家人够好 果然甜言蜜语 最能蒙蔽一个人的心 若是没有看到那令人发指的聊天记录 我真的以为我遇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家人 看着他们一个个有些慌张的脸色 我在心里吃笑 公司是我的 我想去就去 公司的事在我怀孕后 一直都是林磊在管 爸你又不懂这些 而且公司以前也是我一手做起来的 我还能不懂吗? 当个几天便损失几天的钱 你想想 这一天已经损失多少钱了 你们就放宽心了 我赚的钱不都是咱们一家的钱吗? 将来我的儿子出生后 这些不也都是他的钱? 现在去公司 也算是我给我的儿子提前累积财富哦 对了 小月 忘了告诉你 我刚刚给你的卡里打了五十万 喜欢什么你 尽管去买 我将话题扯到小姑林月身上 因为我知道她最近很缺钱 而林乐最近为什么十分缺钱的原因 是因为她是赌成性 经常和不三不四的人去国外赌钱 赢了钱就是各种买 而且这阵子她一直在输钱 为了满足她的毒瘾 她甚至瞒着我们以身犯险 去借了高利贷 可是历来都是十读九书 小姑借来的钱很快就输完了 身上没有一分钱不说 还道歉下不少 再加上高利贷利滚利 所以她最近很缺钱 虽然她老是偷偷找她哥拿钱 当然那是我的钱 可还是赌不上那么大的窟窿 这不这两天会频繁出现 不就是因为她搁瘸了 没法给她打钱吗 爸 你不是很喜欢跟你的那群老友们去旅游吗 我刚刚也给你卡里赚了些钱 你就放宽心了 去玩 公公总是祖局说去旅游 其实就是带着她的那些小三小四小五去外面乱搞 当然这些我婆婆都不知道 每次都是背着她去的 我也是偶然看过她与一名年轻女子出现在奢侈品牌店里 于是多嘴跟林磊说了下 林磊要我保密 说不能让她妈知道 否则的画家里面会闹翻天 还有妈 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的大孙子 我请了专门的疗养师每天跟着我 这阵子你就安心照顾好阿磊 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好几条大金链子 现在都放你房间里的 而我的婆婆在我不知道她的那副恶心嘴脸的时候 明面上对怀孕的我是无微不至 所以我时不时地会买礼物送她 说她奢侈品那些带不习惯 倒是对鸡首饰挺喜欢 见我这么说 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也没再说什么 似乎一切还是跟以前一样 是啊 若是他们没有生出那歹毒的心思的话 喜欢钱是吗 那就用钱玩死你们吧 反正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隔天我来到公司查了下公司账户 发现林磊每个月都会往一个账户上打钱 户名是周雅 我笑了笑 每个月十万 真是个白眼狼 拿着我的钱去养周雅和他们的儿子 我来到周雅的公寓 周雅开门见识我 有点意外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 想必就是他和林磊的儿子 只不过为何看着一点都不像林磊呢 我跟周雅说有点心闷 林磊如今出了这种事 自己又怀着孕 没啥朋友 就想来找他说说话 你太客气了 孟卿 来喝杯水 这是你儿子吗 一直都没有看过 周雅坐下来笑了笑 拉过一旁的小男孩 我儿子 来 宝贝 快叫阿姨 下一秒 小男孩一把推开他 朝他脸上打了几下 又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不要家里有客人来 我要爸爸 随即跑进去房间 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周雅有些尴尬 对我解释着这孩子有多动症 我点了点头 事已没事 心里却暗暗觉 这恐怕不是多动症 这是超雄基因吧 我想给林磊找个看护 帮我照顾他 一个月二十万 你能帮我问问看 有没有合适的人 钱不是问题 主要是能照顾好林磊 就算是带着孩子一起的 也没关系 毕竟我那套别墅够大 你是知道的 周雅听我这么说 眼睛一亮 二十万呀 是的 你帮我问下 我先走了 我是知道周雅没有去美容院上班的 自从我嫁给林磊后 她就辞职了 林磊一个月给她十万 那我便给她二十万 就赌她来不来 我坐在车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外面的夜色 手里捏着一根发丝 吩咐司机去了医院 我还有一个疑问 病房中林磊已经睡着 婆婆也在一旁的沙发上呼呼大睡 我俯身看着林磊 她睁开眼与我对视着 随后她伸手抱住了我 在我脖梗处深深吸了口气 老婆 我好想你 我红了眼 强忍着恶心与恨意 抚摸上她的头发 对她说 好好休息 一切由我 几天后 林磊出院 周雅也带着她那个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知道 我赌赢了 周雅对我说 孟卿 反正我现在没有工作 也没什么事 就带着我儿子来了 以前我也学过按摩 这些大家都是朋友 要不就我来帮忙照顾吧 我表现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说当然可以 而林磊一家人也不吃惊 我想 他们应该私下都打好招呼了 毕竟一个月二十万 谁会跟前过不去 我婆婆热情地拉过周雅的儿子 带着她去了玩具区 那本是为我儿子搭建的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他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人 而我却像是个例外 而且还是那个会被他们即将谋害杀死的意外 我让一个认识多年的老友帮我管公司 更是聘请了律师悄悄帮我分离我与林磊的资金牵绊 我对林磊说 聘请了专业人士管理公司 而我要在家里养胎 其实我是要准备收拾他们 他没有怀疑 他现在是巴布的我不要踏入公司 这一天 我看到周雅的儿子一个人在玩具区玩着 我坐到他身边对他说 你爸爸呢 他似乎很厌恶我 靠近他离得远些了 不耐烦地说着 关你什么事 贱人 这个小孩才八岁都能出口成脏 可想而知背后的大人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看他对我的厌恶程度 想必是肯定知道我与林磊是什么关系 他觉得是我霸占了他爸爸 但是他在我面前没有喊林磊爸爸 可能是周雅提前跟他说了什么 这玩具区是我儿子的 我淡淡开口 就这么看着他又说 我儿子出生后 你就别想完了 以后大家也都只会心疼我的儿子 而你也会什么都没有 若是不想有人跟你抢 那么就要阻止爸爸跟别的阿姨生孩子 他抱着玩具车 瞪着眼睛看着我一动不动 剪掉爸爸尿尿的地方 为了狗 爸爸是不是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我们的眼光同时看向别墅院子里 那只金毛犬 夜里 林磊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 嘴角开始上扬 自从怀孕后 我便和林磊分房睡 更别说现在他惨疾了 婆婆冲进我房间 把拉我起来 一脸着急地说 林磊出事了 医院里医生出来 问那一劫去哪里了 众人看向周雅儿子 他躲在周雅身后 小声说 我 我喂狗了 公公气得浑身颤抖 扬起手就要打他 周雅和婆婆条件反射地挡在面前 周雅不敢说话 婆婆则哭着说 你要干嘛 你打死我 你跟一个小孩计较什么 这可是我大 他猛地住嘴 一脸心虚地瞟向我 同样作为男人 知道那里的重要性 公公气得坐在椅子上 顺着胸口 再也说不出话 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周雅的儿子突然指着我大声说着 这下换我成了聚焦点 婆婆大步走过来 立生对我喊道 孟卿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你让他做了什么 那可是你老公啊 你怎么这么歹毒 我们家对你不好吗 听他这么说 我真的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算计别人的时候 倒是一套一套的 如今对着我居然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不禁有点好奇起来 他是有多讨厌我 如此极言利涩 不分青红皂白 当然 就算是跟我有关系 我也不会承认 是我教唆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周雅的儿子 随即像是反应过来 也大声朝他喊着 我只是跟你说了 如果爸爸那里没了 就不能生孩子了 可是谁让你去捡我老公的 怎么我老公是你爸爸吗 听我这么说 众人愣在原地 神色开始慌张起来 周雅更是一把拉过他的儿子 讨好的对我说 孟卿 对不起 都是我儿子不懂事 闹出这么荒唐的事 你别生气 别跟一个小孩计较好不好 别跟他计较 我当然不会跟他计较 只是林磊会不会计较 我就不知道了 周雅的儿子被他拉着 到底是吃得圆圆胖胖的 力气也大 他猛地正开周雅的手 朝我冲过来 你就是个贱人 都怪你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 我要杀了你 我侧过身子 被他一撞 身子来不及站稳 便倒在了地上 肚子也背着一推 狠狠地撞在了地上 痛 鲜血缓缓地从我的两腿之间流出 婆婆健壮疯狂地尖叫着 医生 救命 救救我家孙子 医生 我被送进手术室 我那婆婆还跟在身后 喊着医生 我们要保小孩 保小孩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肚子里的孩子才四个月没了 大人怎么保 医生安慰我说 会尽全力抢救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疼得额尖汗水直流 死死抓着医生的手说道 我不要这个孩子 帮我拿掉 喝 我怎么可能会留着这个孩子 这样恶心吸血的一家人 怎么配有孩子 以后我不会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若是留下这个孩子 那我做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我就是故意激怒他的 就是要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 因为即使他没有撞我 我也不会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拿掉了你 后面怀孕会很困难 你考虑清楚了吗 医生也许是听到我婆婆那种荒唐的话 所以直接寻求我的意见 我很清醒 帮我拿掉他这个孩子 我不要 他可以是林家的 李家的孩子 可是他绝对不可以是林磊的儿子 不能是林家的子孙 下半辈子 我将永远地亏欠这个孩子 等我醒来的时候 病房中一阵阵哭声 那是我婆婆 孩子没了 林磊的生殖器也没能接回来 我在医院休养了几天便回家了 婆婆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着 林磊娶了 我是家门不幸 如今林磊不能生了 我也不能生了 听到这些话让我觉得心烦 我干脆整天待在房间里 等着看后面的好戏 而林磊经历这件时候 整个人颓废了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动不动就打周雅 周雅没走 是因为我给的那些钱 公公婆婆颓然了几天后 似乎也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对周雅的儿子也是越发疼爱 毕竟那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孙子了 所以那小孩也越发地无法无天 可是有一天 婆婆在房间的柜子上看到一份文件 气得狠狠地甩在周雅脸上 拉扯着她的头发 与她撕打起来 贱火 骗得我们这么惨 她根本不是林磊的儿子 说 她是谁的儿子 你和谁生的孽种 拿来骗我们 婆婆尖叫着 嘶吼着 发了疯一般 周雅挣扎着拿过文件一看 文件上是她儿子与林磊的亲子鉴定 上面显示着毫无血缘关系 周雅也怒了 一把把她推在了地上 你们瞒着我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你这个贱人没有做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瞒着我们一辈子啊 我的大孙子被你带来的这个小杂种 害得没有了 我的儿子还被你生的这个孽种 剪掉了下半身 我恨啊 我要弄死你跟你儿子 我已在门边 没错 这就是我接着安排的下一出戏 我第一次见到周雅的儿子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她跟林磊没有半分相似 你要说她像周雅 也完全没有遗传到周雅看起来是个颇有韵味的女人 但她的儿子却没有遗传到她的半分 所以我才趁周雅不注意 拿了她儿子的一根头发 果然 我猜测得没错 于是我趁着没人的时候 把文件放在了婆婆常用的梳妆柜子上 果然今天一早她便发现了 我看到婆婆越说越激动 起身就掐着周雅脖子 周雅也不甘示弱 踢向她的肚子 两人越打越凶 公公出门去了 小姑子不见踪影 那么林磊出来了 拉着架 既然没有看到我 我也乐得吃着瓜 二十八在拉制中看到了那份亲子鉴定后 林磊愣在圆 等到两人打累了 她才颤抖着开口 小浩 她不是我的儿子 周雅心虚地不敢看她 随着林磊的一声怒吼 她才哭着说 当时有好几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她是你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 再说了 不是你的又怎么样 这么多年养着了 你难道就没有养出感情吗 小浩她那么可爱懂事 呼 我真的快要忍不住笑出来了 这 这是什么魔鬼言论 果不其然 林磊听到这 气到把拐杖丢到了一边 掐着她的脖子死死抵在地面上 周雅的儿子跑过来 婆婆见到她 拽着她的手 不停地扇着她脸颊 小杂种 都怪你 还我孙子 公公与情人约会回来见到的 就是这样的场景 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后 公公当场瘫坐在了地上 嘴里还在念叨着 完了 林家梅子了 林家断香火了 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我湿湿然走出来 爸妈 老公 小雅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闹剧当场结束 周雅跑来跟我说 想拿了工资走人 她照顾不了了 我在心里冷笑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距离一个月还有十五天 我再给你加十万 帮帮我 听到加多十万 周雅咬着牙同意了 夜晚我出来倒水喝 经过公公婆婆房门口 听到婆婆露骨的话 辽伯公公叙叙叨叨说什么 林家不能断了香火 结果被公公踢到了床底下 直骂她恶心 我笑了笑 急什么呢 第二天 三个女人各自抱着婴儿上门了 都是公公的情人 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公公 红着眼睛尖声喊道 林建国 我为你们老林家做牛做马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这个杀千刀的 你不得好死 她上前去想要打那几个女人 被公公一脚踢在了地上 狠狠揍了一顿 我掐好时间出来 看到这一幕后 赶忙上前将婆婆拉开 结束这场撕打 婆婆像是找到了救星 孟卿 你来亭亭里 我做错了什么 她要这么对我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这么对我 若我没有看到聊天记录 是不是孩子生了后 我就死了 而我到死 都会被蒙在鼓里 要不是这阵子林磊接连出事 只怕现在留了孩子的 我早就被你们弄死了吧 我假意护着婆婆 劝说着公公 这几个女人 即使都跟你发生过关系 但是孩子的事 可不是闹着玩的 最好做个亲子鉴定 公公听了我的话 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都是她的孩子 她开心得不行 觉得自己老当义壮 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那几个孩子的毛发 都被我换成了林磊的了 婆婆被公公指使着 照顾几个婴儿 忍着怒气不敢撒 日渐消瘦下去 孙子没照顾成 反而照顾起自己老公 在外的孩子 任谁都会崩溃 不仅如此 她那一大盒精气 全被公公可送给了 她那三个情人 任凭她如何撒泼打滚都没用 夜晚 精致的茶室里 三个情人坐在我面 毕恭毕敬的 其中一个开口说道 孟姐 全部办妥了 她的钱都没有了吧 我问 三人点点头 把机 首饰盒 以及一份文件 推到我面前 都没有了 包括她老婆的金首饰 有没有让她写上自愿赠语 全部都有 给的每一分钱 每一件精气 还按了红手印 我把首饰盒推回去 对他们三说 这些你们拿去 分了钱也不用还回来 辛苦你们 明天抱着孩子走吧 三人喜出望外 连连道谢 隔天 我在屋里听到了公公的尖叫声 慵懒地翻了个身 公公报了警 我起来的时候 便看到她哭着跟警察说这事情经过 见到我还说我可以作证 我拿出文件递给警察 说这是在那几个女人房里搜到的 警察看了看 对公公说 你这文件签字画压的 去打官司都打不赢 考虑到确实是存在欺骗行为 我们也会积极打压犯罪 只不过你这人也是越活越回去了 生一个孩子叫老当义壮 生三个不都得怀疑 一下自己这副身体吗 哪有 都是男孩 还一次就中的你 这种老头 人家图你什么用脑子好好想想 不就图你有钱好了 有情况我们会跟你联系 警察批评了几句就走了 留下公公 还在垂头丧气 婆婆忍到警察走了后 狠狠扇了公公几巴掌 两人又扭打在一起 我是不可能去拦架的 但总有人去拦 周牙走了过去 结果被拽住头发 一起被打 我笑了一下 不料雨出房门的林磊对视上 她看着我 眼底是冰冷的探究 我仰起微笑 走到她背后 推到轮椅 绕过打架的几人来到院子里 孟清 都是你干的 这所有的一切 老公 你干嘛这么说 我什么都没做呀 林磊听了我的话 咬牙切齿地说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当我是傻子吗 孟清 我家 对你不够好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我的家人去 我真的觉得 基因是会遗传的 比如倒打一把 我笑着走到她面前 蹲下身与她对望 那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和你的家人 吃我的 用我的 我给了你身份地位 到如今 你还敢来算计我 你到底是哪来的胆子 林磊 你看到了那些聊天记录了 老公 什么聊天记录 你少装了 孟清就是我跟周雅出轨的聊天记录 我和我的家人密谋要杀你的聊天记录 你都看到了 对吧 林磊被我击得 差点要跳起来 要不是失去了一条腿的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公我笑了笑 她推动轮椅转身 嘴里还喊着爸妈 林磊 我喊她 她回了头 录音回放她最后说的那段话 一字不插播放了一遍 我走过去 扶在她耳边 一字一句地轻轻地在她耳边说道 若是你说了 这段录音立马就会传播出去 到时候你们都完了 老公 而且你们现在杀不了我了 你没发现院子里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吗 不要觉得吃惊 因为后面来的十个庸人全是我找的保镖 如今烂在泥里的你们 想要制造我意外死亡 只怕成奢望了吧 要是我 干脆就瞒着爸妈继续生智 这大别墅 这灰金如土的生活 毕竟能蹭一天也是蹭 你说呢 我摸了摸她冰凉的脸 笑得一脸灿烂 你想干嘛 她绝望地问着我 离婚 净身出户 滚出我的别墅 公司那百分之五的股份还给我 你休想摆脱我孟卿 你休想我净身出户 你会后悔的 林磊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 没早点杀了你 看着她眼里滔天的恨意 我笑了 心里却是追心刺骨的痛 那就好 林磊 我原本不想做得那么觉得 还没等我行动 疯疯癫癫的公共先搞了事 因为人才两空 她受到了巨大打击 整日里都在念叨着 林家断后了 林家断后了 没有钱 自然没有女人愿意跟她玩 而她们来找我要钱 我都是以最近公司亏损严重为理由 全被给拒绝了 她们疯癫 我自然也可以疯癫 只要她们多说两句 我就会摸着肚子疯狂尖叫 孩子 我的孩子呢 因为这些事 她们自然先歇了 要弄死我的心思 转而把心思放在了周亚身上 没错 现在她们要周亚为她们林家 再生一个儿子 因为我被医生宣布 因为意外流产很难 在怀孕后 她们便直接认为 我是不能生了 现在林磊断了命根子不能生了 自然是让周亚跟宫生 周亚惊慌失措地找上我 直接与我挑明来意 我知道你发现了 我和林磊有一腿 我跟你道歉 孟卿 对不起 看在我们往日的交情上 我求求你放过我 孩子也不是林磊的 我拿了钱就走 我冷冷地看着她 她以为我计较的是她与我老公有一腿吗 她当时是如何联手林磊算计我的 怎么一口都不提 现在来跟我谈往日的交情 真是可笑之极 周亚想要走是可以的 只是还差两天才满一个月 按照我们签署的协议 未满一月是拿不到报酬的 周亚被赶来的公公婆婆拖了出去 她没有走 因为钱 而林磊连替都没有放一个 没有制止 她爸对着周亚上下起手 她心里也应该很恨周亚跟我爸 巴布的我俩现在都去死 我报了警 公公没有得手 我对周亚说 若是指控她强奸罪 我给她五十万 周亚二话不说 指控了公公强奸罪 于是公公被带走了 婆婆求着我帮忙熟 公公出来让我拿钱 事到如今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笑着对她说 好不容易把公公送进去了 怎么还会拿钱把她放回来呢 妈 是你傻 还是我傻 婆婆反应过来 拿起水果刀 就朝着我冲过来 大喊 贱人 原来都是搞的鬼 我杀了你 这样你的钱 就是我儿子的了 她没能如愿 站在我身边的保镖 把她踹翻在地上 看着我冰冷的眼神 知道我不好惹后 她不敢再造次 推着林磊回了房间 期间林磊也是一个屁都没敢放 我让周亚好好休息 五十万会弄成现金给她 想到过两天就可以走了 周亚终于露出了微笑 感谢我救了她 说我真是个大好人 文言 我只是微微扯了扯嘴角 隔天 我在书房装着现金 算算日子 小姑子也该回来了吧 果然 下一秒 小姑子冲进书房里 跪在我面前 嫂子 对不起 我不该算计你 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这次借的那个高利贷是有背景的 若是我还不上 他们就要弄死我了 看来是她妈跟她哥对她说了些什么 不然她会来这样一出 对于这个小姑子 我其实也没想对付她 因为一个是赌成性的人 早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我瞟了她一眼 淡淡开口 现在公司亏损严重 公司账上早就没钱了 我帮不了你 去找你哥吧 五十万说没就没了 你这种无底洞 我填不了 那这些是什么 都是钱 孟卿 我是你小姑子 你帮帮我会怎么样 这些都是给周雅的 她也算你半个嫂子吧 大学时期 你哥去嫖娼的时候认识了她 你怎么不求求她 我把钱装好 拿了出去给周雅 小姑子已经看红了眼 冲出去跟周雅抢那袋子钱 被小姑子抢走了 周雅看着我 我对她说 这可不关我的事了 周雅没法干起了老本行 孩子也丢在了这里 于是婆婆每天都骂骂咧咧地照顾着自己的儿子和她的儿子 可能林磊没养出感情 但是婆婆养出了感情吧 一个月后 一则新闻出来 在郊外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察打了电话给婆婆 让她去认识 那是小姑子 她被高利贷追债 坐起了夜场 碰到了周雅 结果她个没脑子地跑去威胁周雅 被正在跟周雅办事的变态男人盯上了 那男人身上原本就有命案 因为那五十万 周雅对她也是怀恨在心 于是两人密谋杀了她 当然周雅也落了网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因为到这一步也是我早已计划好的 我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全身而退 可我也不是没有给过机会林磊来找我 她笑得很开心 说她愿意离婚 但是别墅必须给她 我才知道 一直以来 我也是她密谋的一部分 无底洞的妹妹 牛皮堂式的老情人周雅 以及对家里所有事都不管不顾的父亲 她早就恨透了他们 生出了想要铲除掉他们的心思 可是她没办法下手 所以她就借我的手 我问她什么时候发现我知道这一切的 在你让周雅的儿子对我动手后 我便知道了 原本我是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的 孟卿 我那天都打算去跟周雅说清楚了 谁知道会出现车祸 然后发生后面这些事 我手上的录音能让你坐牢 我看着林磊目光冰冷 对 是可以让我坐牢 但是孟卿你应该知道该是我的还是我的 我就不会净身出户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所以我可以净身出户 但是我要这套别墅 我和我妈不能没有归宿 呵 好一个妈宝男 别墅若是卖掉 也是几千万 她和她妈当然不会没有归宿 我也早就知道了 周雅的儿子不是我的 那不过是我要配合你演戏 可你的孩子没了 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心痛 孟卿 你把自己的孩子也算计了进去 你的心真的不会痛吗 听到她提起我那个孩子 我拿起东西朝她砸去 林磊的额头很快流下血 可她还一直笑着 你没资格提那个孩子 签字吧 林磊她真的是到了 现在还在算计着我 我不想再与她纠缠 所以你好了 离婚协议签字 办了离婚 我收拾好全部行李 在准备上车的时候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栋别墅 又过了一个月 我在公司处理公事 秘书进来让我看新闻 我看到我那栋别里失火 原因是有人故意点火 三人丧生 我走后 庸人也都走了 所以那三人是林磊和她妈妈 以及周雅的儿子 为什么会把别墅让她 是因为我偶然看到周雅的儿子在画上 全是画的 烧死你们 杀死你们 我说了不纠缠 但没说不计较 我笑着把手机放在一旁 继续处理公事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儿子自从娶了媳妇 就在城里买了房子 订了居 许久不回家里一趟 逢年过年来一次 也是只住下个一两天 便和儿媳一起匆匆离去 今年已经是儿子没回家的第三个年头了 她母亲念得紧 一直让我抽上个时间 去看一看城里的儿子 我背紧了背上的包 拢了拢麻袋口 刚下车就与儿子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四声 手机里传来儿子的声音 喂爸 我赶紧应声 哎 儿子 爸爸想问问你 你住在哪呀 爸 进城里看看你 您来城里了 儿子又问我 我恩了一声 点了点头 爸倒车的时候坐过了头 一直折腾到现在 天黑了才刚下车 说完后 儿子让我在原地等着 不多时便有一辆黑色小车停在我面前 儿子下来将我背上带着的蔬菜放进后备箱 然后又把我扶进车里 不消片刻就到了家 进门时儿媳妇正在做晚饭 香弥漫了全屋 让我的肚子立刻就咕咕叫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笑笑 不知是做事站 爸 您进来坐 儿子将拖鞋放在我面前 我换上之后还在心里感叹 这城里的人就是干净 连进到屋子里都要专门换上一双鞋 我不由地拍了拍身体 生怕有泥土沾染上去 刚坐在沙发没多久 儿媳妇就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子 孙子这时才被家庸带出来 见到我就扑进怀里来 大声喊着爷爷 爷爷 我哈哈大笑着 刚想抱着孙儿逗乐儿媳妇就过来了 他不愿我抱孙儿 冲我喊道 爸 他胖了很多 您都快抱不动了 别折腾您了 给我吧 说完后 儿媳妇就将孙子抱走了 我看着抬在半空中的手 顿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菜已经上棋了 儿媳妇抱着孙子落了座 儿子也走向了餐桌 却唯独没有人叫我 我棋也不是 坐也不是 修戒薄碰 奥洛赵心中不是滋味儿 好在儿子刚坐下 发现我并未起身 高声喊我爸 怎么了 您过来呀 我赶紧应声 不料刚走到餐桌前 而媳妇却不给我饭吃 我刚拉开了椅子 媳妇却突然说 爸 我不知道您来没做您的饭 要不您别吃了吧 我愣了愣神 嘴角微扬 笑道 正好爸在家 就是很久没吃过晚饭了 就想 哎 这跟你们说说话的 但是儿媳妇并没有回答我 只点了点头 没过多时 我起身回了屋 这顿饭吃得异常冷清 半夜时 因为饥饿 我起了身 想去厨房里找些水冲击 路过儿媳和儿子的屋 无意听到儿子呵斥儿媳的声音 我不禁止了步 听到屋里儿媳的声音 跟儿子说道 你能不能小点声 爸已经睡了 你心里还有我爸 儿子大声喝道 我不让他吃饭 是有原因的 儿媳说 我不由地贴着耳朵 在门板上听他们对话 他 就在这时 我身后突然一声巨响 我赶紧回头 眼前一幕让我不知所措 紧接着儿媳妇说出的原因 又禁不住让我红了眼 那声巨响 是家庸手里拿着的东西落了地 我回过头 家庸似乎还在惊恐之中 我抿了抿唇 自儿媳房门前走开 才默默回了大厅 呆呆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得知家庸是出来给孙儿冲水喝的 刚一出门 看见我神神秘秘地站在儿媳妇的门口 起初以为是脏东西 因为纸一团 乌黑黑的 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我 我赶紧收敛了情绪 掌心附在双眼上按压了几下 随即冲着庸人咧了咧嘴 在这时 儿媳妇和儿子听见声响之后 因为动静 所以出来查看一番 灯亮起的时候 我低垂着头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儿子和儿媳 因为我觉得儿子不想吵架 所以会顺着儿媳 因为厌恶我的到来 所以对我冷漠 又不给饭吃 但我并不生气 因为我想 只要孩子过得好 做父母的怎么都好 爸 您怎么到现在还没睡呢 儿媳在我身边坐下 问我道 我不动声色地挪了挪身子 生怕儿媳嫌弃 说道 爸刚来城里 对咱们家里还不甚熟悉 没有老家里来得自在 所以刚一挪地方 不太睡得着 儿媳出门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跟带孙儿的家庸打了个眼色 随后那庸人就在我们身边站着了 我想也许儿媳就要对我追究了 那没事啊 爸 等您熟悉几天就能住惯这里了 儿媳乐呵呵地看着我说我支支吾吾的 不 不用了 爸明天早上就回去了 这地方爸住不惯不行 儿媳脸色微变 张嘴就拒绝道 我愣了愣神 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看着儿媳又看看儿子 赶紧摇摇头 不 爸不住在这儿的 你要住在这儿不让您吃晚饭 您也别生气 因为我要给您治病 儿媳说道 这突然顿了顿 不由看了看儿子 见儿子没说什么 又继续向我道 您来之前 妈已经跟我说了 想让我改改您的臭毛病 以后晚饭 您就要真的如您自己所说了 天天都不能吃了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 因为您有严重的脂肪肝 还有糖尿病 再不制止 您就要出问题了 儿媳平静答道 那你为什么要抱我 还没说完 儿媳似乎就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一样 她打断了我的话 挽着我的胳膊 语气不免又轻上几分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问我为什么抱走您孙子 因为您跟她在一块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戒掉您的毛病 也没办法不吃饭的 只要看着就想吃 索性就别见了 一直没说话的儿子这是说了 我刚开始也不知道 是妈和我老婆一起商量的 就在刚才 我也只比你早知道几分钟 我们本想瞒着您 可没想到你因此心中难过 所以无奈之下才说清楚的 儿媳妇点点头之后又说了些 然后让我赶紧回屋睡觉 可我环化是一宿无眠 想了很多种原因 唯独没有想到是这样一出事情 可我还是不能住下 因为时间越久 诸事越多 最终还是会冷眼 没有任何人会希望自己老来 还要遭险冷待 所以我拒绝了城里的生活 还是回到了家里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后妈拯救战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我妈在我六岁时去世了 转年我爸娶了后妈 后妈给我做饭 送我上学 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可我心里始终介怀 对她亲热不起来 我长大工作后刻意疏远她 还在我爸和她离婚时帮着转移财产 后来后妈死了 据说是一个人在出租房里心脏病发 与此同时 我发现男友骗婚 她所谓的弟弟就是她的儿子 我也变成了另一个后妈 在一连串的打击下 我慌忙跑出家门 被货车撞死 等我再醒过来时 后妈正要嫁到我们家来 可能我就是那种天生凉薄又愚蠢的人 只可惜临死前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叫圆圆 从小就命苦 这是我姑姑和我奶奶说的 他们说我亲妈是个特别温柔善良的人 长得好看 做饭也好吃 可惜这样完美的人命不长 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 其实我对妈妈的印象不是特别深 只记得她手很暖 笑起来很好看 我妈去世的第二年 我爸就娶了一个后妈 后妈年龄不大 是个刚工作的中学教师 和她见面前 奶奶和姑姑一直叮嘱我 你可千万不能调皮 一定要好好表现 如果你不听话 人家就不嫁给你爸爸了 我当时懵懵懂懂到不嫁给爸爸 就算了呗 我姑姑说 呸 小孩子家境乱说 你爸爸还年轻 哪能一直担着呀 你当闺女的要为爸爸着想 心疼她 知道吗 奶奶说 阿姨问你什么 你就好好回答 别惹她生气 回家奶奶给你买糖吃 我垂下头 对这个所谓的阿姨充满了不屑和不满 再后来 我爸和后妈就结婚了 婚礼上热热闹闹的 我和几个表哥表姐 东跑西巅 挨个桌子上找糖吃 二婚办得这么大 有必要吗 一个亲戚小声说 你不懂 人家姑娘是头昏 可不得隆重一些 接着 那声音压低了说 听说怨怨她爸 一开始骗人家没孩子 后来人家知道了 差点和她掰了 嗨 要我说也没啥 怨怨是个女孩 长大了一结婚就出门了 也影响不到她 话是这么说 所以后来又同意了吗 就是怨怨要受罪了 有了后妈 日子不好过呀 听到这些窃窃私语 我忽然胃痛绝辣 嘴里的糖都不甜了 就因为我是个女孩 所以我在这个家里 就毫无地位 有了后妈 难道我就要像灰姑娘 白雪公主一样 被欺负吗 我哭着跑去问爸爸 爸爸我不要后妈了 我不要她 她会虐待我的 我爸当时在和几个兄弟喝酒 他听完连忙把我抱到一边 摸了摸我的头说 怨怨 别听人瞎说 后妈不会虐待你的 有爸爸在呢 我一边哭一边打嗝 可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 也有爸爸 他们不还是受欺负了吗 我爸笑了笑 怨怨 你姓袁 我也姓袁 后妈跟咱们不一个姓 不算一家人 你记住 爸爸永远是你的 爸爸会好好保护你的 这时 姑姑走了过来 把我抱走了 轻声安慰了我半天 我表面上释怀了 可心里对后妈的成见就更大了 我爸再婚后 我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 仍旧是跟着奶奶生活 直到有次爸爸和后妈来奶奶家吃饭 正好装见奶奶在替我写作业 当时我爸没说什么 可后妈脸色很不好看 一周后 我就收拾了行李 搬到后妈和爸爸的家里去了 去之前我奶奶严肃地叮嘱我 你阿姨是老师 你要听她的话 要是捣乱惹她生气 奶奶就不疼你了 我姑姑也附和着说 你得长点眼色 帮忙多干点活 可不能和在奶奶家一样当大小姐了 我郁闷地点点头 虽然不想见到后妈 可是我想和爸爸一起生活 心中还是雀跃的 可没一会儿 我就听到姑姑小声跟奶奶击鼓 让怨怨去干嘛 他们小两口先上个儿子才是正事 奶奶说 哎 谁说不是呢 还不是媳妇说 孩子的学习要抓紧 一个女孩子学习好不好 也无所谓 我这辈子要是能抱上孙子 死都值了 我的喜悦骤然消失了 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接下来 我就和爸爸后妈生活在一起了 我爸知道我倔强 所以也没逼着我叫妈 说只称呼阿姨就好 可我连阿姨也不想喊 总挨挨地叫 他后妈是个严肃的人 并不像我妈妈那样温柔 他会给我立规矩 爱讲大道理 尤其是特别喜欢检查作业 只要我写错一个字 他就让我重新写十遍 比我的老师都很 在奶奶家的时候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算是坐在衣柜上吃冰棍 看电视都行 所以我受不了后妈的管束 心里恨她恨得要命 动不动就闹腾 天天和我爸告状 我爸被我哭得心烦 跟后妈说 孩子还小 你也要一点点来 后妈却认真的说 孩子就是要从小树立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决定性格 决定命运 长大再管 不就来不及了吗 我爸再说 我后妈就说 既然你信不过我 那我就不管了 你来管吧 反正孩子的一生很重要 你可不能放松 我爸哪有时间管我 只能随后妈去了 她只会偷偷地给我买冰淇淋 说你阿姨当老师当惯了 就喜欢教育人 你随便听听就完了 现在想想 虽然当时我恨后妈恨得牙痒痒 却还是趋于她的淫威 不得不认真写字 好好完成作业 最后才能考上九八五大学 考上大学后 我第一时间搬离了家 这么多年 我总觉得 那个家不是我的 我只是个寄居的客人 当然 我爸和后妈并没生出儿子 奶奶和姑姑总是私下埋怨 说她是不下蛋的母鸡 又过了几年 我大学毕业留在外地工作 就更少回家 这期间 我爸还会偶尔给我打个电话 后妈那里则音信全无 想来她也很希望能摆脱我这个脱油瓶吧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带男友良凡回老家 我爸请我们在酒店吃饭 吃到一半 我去卫生间补妆 后妈跟在我身后 似乎是想说点什么 我冷淡地说 有什么事吗 后妈说 婚姻大事一定要慎重 小梁家里情况怎么样 人可靠吗 我翻了个白眼 有什么不可靠的 结婚是你请我愿的事 后妈眼神暗了暗 说你别光听她说 你要学会观察 我总觉得 这个小梁有些油滑 不是很适合你 我忽然想到去良凡家时看到她四岁的弟弟 心中莫名有些心烦 打断了她的话 小梁对我很好 你又不了解她 有什么立场这样说 后妈正正地看了我半晌 叹了口气 没说话 走了 我们不欢而散 回去后没多久 我爸打电话给我 说不想和后妈过下去了 打算离婚 有一笔五十万的存单想放在我这 我爸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转移财产 他说这钱表面上是给我的嫁妆 等他离婚后 让我再还给他 其实我心里是有些反感的 后妈和我爸一起生活了快二十年 竟然还被这样算计 我本来想拒绝 可我男朋友梁凡 劝我最好接受 他说 这钱要是让你后妈分走了 咱们结婚 你爸还能给你多少钱 难道你后妈 还会给你出陪嫁不成 我说 那当然不可能 后妈这么多年来照顾我 就是怕外人戳几两股 并不是她真的 对我有什么感情 我更不会产生 这种没用的期待 梁凡揽住我的肩膀说 就是吗 钱到了你的手里 不就是咱们的了吗 等将来你爸生病了 或者是有需要 你也能拿出来给他养老 这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梁凡说的有道理 我和我爸都是姓缘的 钱还是放在我们这里安心 我已经没有亲妈替我打算了 只能自己替自己打算 于是我就同意了 一年后 我和梁凡结婚了 我爸却绝口不提嫁妆的事 只不停地问我要那五十万 等我从姑姑和奶奶那里旁敲侧击后才明白 原来我爸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已经怀孕了 这是打算生个儿子呢 我爸从小就不怎么管我 要是生了儿子 这家真的就更没我什么事了 我不想把钱给他 或者不能全给 就在我犹豫不决 烦恼不堪的时候 后妈的死讯突然传了过来 原来她一直有心脏不好的毛病 和我爸离婚后 他们把房子卖了一人一半 后妈一生无儿无女 只有三尺讲台那份工作 于是就在学校门口租了个小套房 有一次她在家昏倒了 因为独居失救而亡 听说要不是她的妹妹下班去看望她 可能尸体臭了都没人知道 我心中一阵巨大的悲痛和负罪感袭来 亲生母亲去世时 我还小 没有什么实质的感觉 可后妈过世的消息 与我而言像天塌了一般 我不顾良凡的阻拦 连夜买了车票去参加她的葬礼 到了灵堂我才发现后妈家也没什么亲戚 只有她妹夫帮着 张洛非常冷清 看到我来了 后妈的妹妹神情激动地要轰我走 她的丈夫拉住她说 姐姐是想让这孩子来看她的 你就别懒着了 后妈的妹妹一边痛哭一边说 她一辈子就为了这么个白眼狼付出 有什么用 她愤愤不平地冲到我身前 大声道 我姐姐这些年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要是跟着你奶奶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抄作业 迟到早退 你能有今天吗 你八岁那年病得厉害 她去医院照顾你半个月 那时她怀孕了 你知道吗 是为了你才累得流产的 我震惊地瞪大眼睛 怪不得后来她住了院 奶奶和姑姑都面露悲伤 怪不得她和我爸一直没孩子 还为此被我爸抛弃了 你爸出轨离婚 还偷偷转移财产 你以为她不知道吗 她说你不容易 她愿意把钱给你 你哪里不容易 你没亲妈是我姐姐造成的吗 她这辈子到底欠了你多少 你们原家人把她的价值都利用得干干净净 就把人一脚踢开 你们将来会遭报应的 听到这番话 我彻底惊呆了 是啊 这些年我都做了什么 我眼盲心下 冷血无情 我放着这世上唯一一个真心实意对我的女人 却一直在折磨她 憎恨她 背刺她 我甚至没真心叫过她一声妈妈 我失魂落魄地从葬礼上跑出来 只觉得自己大错特错 一切都无法挽回 等我慌慌张张地回到家 想和梁凡倾诉一番 还没进门 就听到梁凡的弟弟小龙喊 爸爸 我什么时候才能一直叫你爸爸 梁凡的声音传过来 再过一段时间 等你阿姨怀孕了 爸爸就把你接过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终于撑不住了 这就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没看到迎面开过来的大卡车 一下子被撞飞了出去 再次醒过来 我的身体变小了 听到我奶奶叙叙叨叨地说 你阿姨也是的 给你留这么多作业 是不是要累死你啊 我奶奶这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 她只是很愚昧 什么都不懂 在后妈成为她儿媳妇之前 她会哄着她 对她好 可等后妈和我爸结了婚 她就像所有婆婆一样 对儿媳挑挑拣拣 她对我就像对小猫小狗一样疼爱 可她从来没有为我的未来着想 我和后妈多年来关系冷淡 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倔强和她性格隐忍 不爱表露情感 另一方面就是我奶奶和我姑姑经常挑拨我们的关系 以及我爸的不作为 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因为后妈给我留了很多课外作业 我心中不满 加上奶奶在一旁煽风点火 我就偷跑到家附近的池塘玩水 结果回来之后就发了高烧进了医院 也就是后妈的妹妹说的 我肺炎住院那一次 想到后妈会因此流产 还会失去生育能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 奶奶 阿姨给我留作业是为了我好 你这是不想让我好好学习 我奶奶一愣 慢慢转过头来 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说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怎么替她说话 我翻了个白眼 她是我妈 我不替她说话 替谁说话 这是哐当一声 门口传来水杯落地的声音 我和奶奶走出去 只见后妈表情呆滞地望着我们 她好像听到了我刚刚说的话 虽然现在是八岁小孩 可我还是老脸一红 想到我后妈上一辈子的遭遇 我咬了咬牙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说 妈妈 你回来了 你累不累呀 奶奶说 要给咱们做好吃的呢 妈妈两个字一出口 后妈嘴角颤了颤 顿时红了眼眶 她磕巴地说 我不累 说完 她就同手同脚地 要进屋换衣服 还差点摔倒 我没想到她这么震惊 连忙过去扶住她 现在她肚子里是有孩子的 后妈低头看了我一眼 哽咽地说 谢谢 怨怨 我没事 我奶奶不明白我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脸色善善地站在一旁 后妈清了清嗓子说 还是我去做饭吧 你想吃什么 吃炸鸡吗 其实她个人饮食清淡 不喜欢炸鸡的人一直是我 只不过她每次给我做完饭还会唠叨什么对身体有益 什么对身体有害 我讨厌她的说教 总是忽略了她的付出 现在回到这个小身体 我忽然觉得自己误会了后妈很多年 她就是不好意思表达对人的好意 总喜欢用说教去掩饰这份体贴和温柔在好别扭 还挺可爱的 我撒娇道 您别忙活了 奶奶要包你喜欢的韭菜虾仁饺子 咱们等着吃奶奶的饺子吧 我奶奶搓了搓手 撇了撇嘴 真是白疼你了 就知道使唤奶奶后妈有点不好意思 刚要开口 我连忙说 就算妈妈不吃 她肚子里的小弟弟也要吃饭了 我话音未落 我奶奶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说 什么小弟弟 我说 我都梦见了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弟弟 就是还小小地在睡觉 我奶奶顿时喜笑颜开 脸上像绽开了一朵黄菊花 她是很相信小孩的眼睛有灵光的 阿弥陀佛 老天保佑 我这就去做饭 你快歇着呀 啥也别干 等愿愿她爸下班 就去医院查查 有了就好了 后妈有些尴尬说 这不会吧 怎么能听孩子随便说的 我奶奶一摆手 就是孩子说的才灵呢 要抱孙子了 我这就去做饭 你给他爸打电话 让他快点回家 说完 奶奶美滋滋地跑去做饭打扫 顺便把家里的衣服也洗了 我对自己这种坑奶的行为毫不脸红 当初后妈被我爸抛弃 我奶奶和我姑姑可是什么都没说 只在乎那个未出事的孙子 现在让她为孙子付出一些 想来她应该是很愿意的 我奶奶抢着把家里的活都干了 后妈有些坐立不安 只好给我检查作业 我感觉我把自己也坑了 不过好在我也不是真的八岁小孩了 只能认真学习 后妈深深凝望着我 露出欣慰的眼神 晚一点我爸回家了 他看到家里和穆温馨井井有条 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有一说一 这个时期的我爸真年轻 还挺帅的 像他一个二婚带娃的男人 能找到后妈这样的对象 可能就是因为皮相不错 嘴甜会哄人吧 其实我看到我爸后 心情很复杂 尤其是一想到他后面的所作所为 真是难以释怀 我爸比我奶奶和姑姑更坏更过分 他从来没有重视过我后妈 只把他当作一个生育工具 或者是一个姐闷的伴 从没真心爱过他 可后妈却勤勤恳恳地为我们家付出了一切 想到这 我有心劝后妈离开我爸 趁年轻重新寻找幸福的生活 可现在的我怎么说服他呢 思前想后 我决定还是先保住后妈的孩子 希望有这个孩子 我爸以后不会为了生子出轨 后妈也能有个依靠 不至于因独居施救而亡 以后我也会盯着我爸 不让他有作妖的机会 看了看自己稚嫩柔弱的小手 我深感责任重大 在奶奶的催促下 我爸带着后妈去医院检查 没多久 两人回来了 后妈脸色微红 我爸则一脸傻笑 嘴巴咧到了耳朵边 我姑姑和奶奶迎上去 一连声问到怎么样 我爸笑着说 有了 刚七周 真好 以后可要好好照顾你媳妇 别让她累着 奶奶激动地要回去 给我爷爷上香 我姑姑把我拉到 一边教育道 你妈有小弟弟了 你可得听话 知道吗 千万别撞她 尤其是肚子 可别再任性了 我撩开眼皮扫了她一眼 心想 这话说得真没水平 既给后妈拉仇恨 又让我不满 何必呢 忍了 真的是什么水平的都有 很遗憾 我们原家的人素质都低 我睁大眼睛 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 说我肯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的 姑姑 妈妈怀孕了 不方便做家务 她爱吃你做的打卤面 明天你来给她做点吧 我姑姑被我噎了一句 说 怎么还使唤上我了 我们家还有一堆活呢 我心想你知道自己有家 还天天来我们家凑什么热闹 这句话被我奶奶听见了 连忙对我姑姑说 哎呀 你就来给做几顿饭 你家里又不忙 你这个姐姐当得太自私了 我奶奶叙叙叨叨地开始念叨我姑姑 我姑姑无语 深觉自己不该来搅我家的浑水 我偷笑看吧 自救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敌人自乱阵脚 后妈怀孕后 家庭地位直线上升 像被严格看管的珍稀动物 她有些无奈 可以理解我们这家子对孙子的重视 我心中也很感叹 上辈子这个孩子没能出生 后妈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一直认真管教我 辅导我 我爸也很疼爱我 如果小弟弟真的生下来了 我后妈会不会变 我会不会真的变成一个没人疼的小可怜 不行不行 我摇了摇头 怎么又进入误区了 无论后妈怎么样 我相信她的人品 就算她更疼爱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应该的 我既然已经重来一次 坐视弹球无愧于心 这期间 我姑姑偶尔会来说几句算话 什么以后 你可就苦了 家里有了小弟弟要让着她 还要帮忙带孩子 不能再这么任性 面对她的口无遮拦 我都原封不动地回送给表妹姑姑的女儿 我说 你妈嫌你不是男孩 要给你生个小弟弟 嘖嘖嘖 你以后可要受苦了 表妹被气得滋哇乱叫 哭着跑回家 我露出一脸满足的表情 姑姑被我毫不留情地顶了几次 终于学会了在我面前谨言慎行 后妈这胎怀得很辛苦 大夫说她生产条件并不好 一定要小心 像当初她累得流产了 可能也有自身较弱的原因在里面 为此我日夜悬着心 生怕这孩子会有什么风险 只要家里有点风吹草动 就竖起耳朵 真是拿着卖白菜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 做女人 真不容易 怀胎十月 一朝分娩 在温暖的六月天 后妈终于顺利生下了一个瘦弱的小女孩 发动那天 她整整疼了二十个小时 才得以解脱 等一切都安顿好 我走进病房 看着她比平时胖了一圈的脸 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后妈抱着我妹妹 温柔地问我 你要不要摸摸她的小手 我高兴地点点头 轻轻地碰了碰那柔嫩的肌肤 终于平安生下来了 我此时的心情激动万分 难以言喻 可惜兴奋地只有我和后妈 我爸 我奶奶和我姑姑 都像双打的茄子一样粘了 在医院病房的外面 我听到奶奶对着姑姑捶泪 她的肚子明明是尖尖的 怎么会是女孩呀 我姑姑也脸色暗淡地道 人太瘦了 看着就没福气 爱也没办法了 我翻了个白眼 走出来说 中午谁来送饭呢 刚生完孩子 得喝小米粥 好在我有些前世的经验和记忆 我奶奶没精打采地说定医院的饭不就完了 瞎忙活些什么呀 我姑姑说 就是生个女孩还小米粥 我气不打一处来 说咱们仨都是女的吧 怎么你们俩还这副鬼样子 你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呀 我姑姑说 呸呸呸 你这孩子越带越没规矩 我奶奶也说 你怎么这么说 奶奶真是白疼你了 我实在受不了这两个女人跑去找我爸爸 说妈妈的妹妹还在外地出差 过几天才能回来 奶奶好像不舒服 没人给妈妈送饭 我听说门口的小饭馆可以订三餐 比医院的好吃 你要不去订一下吧 我爸失去了生儿子最后的机会 神情不属地呆坐着 直到我又说了一遍 他才听清 哦 好好 闺女操心了 那我去订饭 我爸这才慢腾腾地去了 我叹了口气 没有我后妈 该怎么办呢 后妈生了妹妹后 身体差了很多 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 免疫力也有点低下 动不动就生病 我想她可能本身就不适合生育 生一个孩子确实会伤害她的身体 在她放产假期间 我奶奶会来帮着做些家务 不过她从不抱孩子 说自己老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 反正是带不动了 后妈只能硬撑着带孩子 好在她娘家妹妹出差回来了 可以经常过来帮衬一下 我也是 能帮则帮 有时看后妈睡得熟 会哄妹妹玩一会儿 或者用奶瓶给她喂奶喂水 有次后妈感冒了 浑浑沉沉地睡着了 我怕打扰她就用围巾把小妹妹裹好 背在身上 一边晃悠一边溜达 我嘴里念叨 你快点长大 快点会走路 到时我带你去吃哈根达斯 这一幕正好被我爸下班回来时看到了 他看到我瘦弱的身躯 背着个同样瘦弱的小婴儿 当初我说自己会变成灰姑娘的话游在耳边 她一脸不高兴 跑去跟后妈发脾气 你怎么搞的 这孩子又不是给怨生的 她才九岁 现在都变成你的同工保姆了 后妈睡得正迷糊 被她一闹 脸色苍白地坐起身来 我感冒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是辛苦怨了 我无语 心想你怎么这么老实 你发飙撒泼闹 就是不能这么软弱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 我只能跑进去对我爸说 爸爸妈妈病了容易传染给妹妹 所以我才把她抱出来的 我爸叹了口气 摸了摸我的脸说 你还小呢 怎么这么懂事 我心想 光说好听的没用 你他妈倒是干活呀 无奈之下 我把妹妹塞给了我爸 说 爸爸 我要去写暑假作业了 妈妈身体不舒服 得休息一会儿 你轰轰妹妹吧 我爸手足无措地接过我妹妹说 可我也不会带孩子啊 我说 爸爸 你这么棒 肯定什么都会 这可是你的小闺女 你快点跟她培养培养感情吧 我爸一脸无奈 后妈见了勉强坐起来说 还是我来吧 我再次叹气 说你要休息 不然病好得更慢 那不是更耽误事 你别管了 我们都出去 你睡吧 说完 我把我爸拽了出来 我爸用奇怪的姿势抱着我妹妹 仿佛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只好打电话摇人 半小时候 我奶奶赶了过来 一脸生无可恋 合着给你看大了一个女儿没完 现在还得给你看二女儿 老娘真是欠了你的 带大一个小奶娃很不容易 是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眠不休的辛苦 以我后妈产后这身体 真要是靠自己把孩子带大了 估计不死也剩下半条命 好在家里人手充沛 在我放暑假期间一直让她能休息就休息 然后尽情地使唤我爸我奶和我姑姑 当初你们不是催生吗? 总不能生下来了不管了 其实我奶身体被棒 吃马香 带孩子也是一把手 就该多多地发光发热吗? 我姑姑不是喜欢回娘家凑热闹说闲话吗? 那就回来尽情地说好了 一边说一边做做饭 洗洗衣服总是可以的吧? 我爸带孩子带得多了 也比之前熟练很多 至少换尿不湿的速度已经从十分钟进步到十秒 以前我看一个专家说过 要让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带孩子的过程中来 能够增加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 总之在我的全盘操作下 后妈的身体日渐恢复 慢慢地脸上也透出了红润 她看我的眼神越发柔和慈祥 和自己的亲女儿比起来也相差无几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我也终于明白什么是人心换人心 虽然上一世她也对我很好 可大概率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现在她是真心爱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 后妈身体健康 我妹妹茁壮成长 我们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 除了我爸 偶尔午夜梦回 哀叹自己为什么没儿子 在外人看来 我们一家很美满 我从大人变成了小孩 忽然有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上一世 我总是宁着劲 觉得自己命苦 亲妈死了 后妈不辞 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都带着怨气 总是不快乐 现在我对一切都释怀了 人生在世就是充满了种种苦难 和别人比起来 我还算是幸运的 我爸再不好 她也把我养大了 供我上学 从没有缺吃缺穿 我奶奶和姑姑嘴在岁 再愚昧也还是心疼我的 更何况 我还有我后妈 一直对我全心全意重活一世 我得到了最重要的人生真言 只要知足便能常乐 而且重生对我来说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虽然我记不住彩票号码 但我还记得高考考题 哈哈哈哈 在我高一的时候 后妈单位建了一批教师楼 可以便宜卖给老师们 这件事我知道 上一世后妈就和我爸商量过 说是价格很合适 全家正好可以换一个大房子住 可我爸当时怎么说也不同意 说地理位置不好 家里也没有儿子 没必要置产党后妈很尊重他 就没有坚持 当时那个房子位置确实不算太好 可没多久 小区对面就建了一个大型商场 一年后 斜对面又建了外国连锁超市房价 就坐着飞机上去了 当初买了房子的老师们 做梦都会偷笑 我知道 我爸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这是学校的房子 想买可以 房本要写我后妈的名字才行 这次我肯定会让他同意 果然不久后妈回家后对我们说了学校建房的消息 我爸眉头一皱 说那块地方多偏僻呀 有什么可买的 后妈说地方确实有点天 不过价钱合适 还有很多大户型 咱们家四口人应该换个大房子了 现在我和妹妹住一间房 睡上下床 妹妹在下面经常磕到头 而且早晨起来 四个人抢一个厕所 简直比打仗还激烈 我爸一脸犹豫说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道 爸爸 你这就不懂了 市中心就这么点地方 城市发展 必然是要到周边去的 听说连我们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买了 我就在后妈的学校上学 我们每天一起出门 一起回家 同学老师都以为我们是亲母女 得到了我的支持 后妈也说是啊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我爸沉默不语 似乎在想办法说服我们放弃 我连忙道 我昨天路过办公室 听我们班主任说 这房子那边要建一个新商场 到时候那里肯定升职 说完 我对后妈挤了几眼睛 后妈会议 连忙说 对对 我也听说了 我又说 如果家对面就是商场 那咱们每天都能去逛逛 想想都开心 说完我问妹妹 家家 你想不想住大房子 妹妹两眼放光 要 我要大房间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 我后妈我妹都坚决同意买新房 我爸顿时头大如斗 现在的后妈和上一世的她已经不同了 上一世她没有生育 始终觉得对不住我家 对我爸和我予取予求 这一世她虽然还是比较温和 可她有了家家 比以前有底气得多 有了我和家家的支持 我爸也不能再像上一世一样一言堂 最后终于耐不住我们的要求 这房子还是买了 虽然是婚后财产 可这房子写的是后妈的名字 将来我爸要是再犯糊涂 后妈和妹妹有了妻身之所 就不用担心了 果然 房子还没装修好 小区对面的商场就开始打地基了 房价悄无声息地翻了个翻 我把这件事宣传得尽人皆知 连我奶奶在家门口和大娘们吹牛时都会说 我儿媳妇可有眼光了 新房买得特别值 人家说这么合适啊 那我让我儿子也去那边买 我奶奶骄傲地说 那是学校盖的教师楼 我儿媳妇是老师才能买的 门口的大娘们瞎嘚嘚什么呀 我姑姑也羡慕得不得了 对后妈说 弟妹呀 下次再有这种好事 你一定告诉我 我也买 我翻了个白眼 你又不是学校的老师 我姑姑说 这有什么 先写你妈的名字 过几年再过户给我呗 占便宜 占得理直气壮 后妈面子薄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于是看了看我 我识趣地说 妈妈 真有这种好事 你就给我姑姑买呗 反正是她出钱 咱们住个七八十年就给她过户 我姑姑竖起眉毛 呸 房子产权才七十年 你个死丫头 真够坏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被我这么一打岔 她也不好意思提买房的事了 我记得这房子确实还有二期 虽然贵了不少 但还是合适的 上一世是后妈的妹妹用了那个买房名额 这一世还是应该把好处给她才是 以后妈和自己的亲妹妹住在一个小区里 互相帮衬 日子就更好过了 我兢兢业业地给后妈谋话 希望这一世能改变她的命运 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时光荏苒 很快我便高中毕业 考上了大学 考大学这是 对我来说 确实是有水分在里面的 因为我不仅记得大部分的考题 刚重生时怕忘了 还特意谨慎地记在了一个本子里 这些年完全是温故而知心 高考成绩不好才怪 所以当我以全校前三的成绩 考上了清华 完全只能说是稳定发挥 后妈和我爸高兴坏了 给我大板研习 亲戚朋友全都来祝贺 尤其家里有学龄孩子的 都想蹭蹭我这个学霸的喜气 这一天 我从早到晚应付七大姑八大姨秃 脸都笑得僵硬了 而有那么一瞬间 在众多赞赏 肯定极度羡慕的目光中 我忽然看到了后妈站在远处欣喜而满怀安慰的眼睛 她是真的为我感到自豪 开席后 也不知道谁提的 说让我这个学霸站起来说几句 讲讲学习心得 我推举了半天 大家还在起哄 见此 我只能大放一些站起来 清了清嗓子 说之前学校也让我们几个考得好的做了学习心得演讲 我当时说要认真上课 多刷题 这么说虽然没错 可我认为真正能决定学习成绩的只有两点 说到这里 原本乱糟糟的饭店骤然安静下来 大家都平住呼吸 想听听是哪两点 我笑着说 其实无非是我爸给我生了个好使的脑子 还有就是 我妈一直在给我辅导功课 所以 我的成绩 全靠爸爸妈妈的帮助和支持 尤其是我妈您辛苦了 上一世我考得也不错 当时真的全靠我后妈一直对我严格要求 这一世虽然有水分 可我还是最感谢她 至于我爸 我这么说 纯属是为了哄哄她 让她在我们这个家里有归属感 有荣誉感 我把她高高地嫁起来 希望她能更珍惜我们的家庭 以后好好和后妈过日子 果然 等我说完 大家都笑了 我爸露出了得意的目光 后妈也在众人的目光下 慢慢红了眼圈 然后 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她身边的一个舅娘大嗓门地说 哎呦 你可真是好福气哦 女儿这么懂事孝顺 可羡慕死我们了 饭店里的气氛更加热烈 亲戚们纷纷对后妈夸赞起来 夸得她脸都红透了 我轻轻吐出一口气 这辈子我会把你应得的都还给你的 大学毕业后 我没有像上一世一样留在外地 而是考回了老家当公务员 这一世 我不想再见到梁凡 这个混蛋了 只想在父母身边过幸福简单的日子 回家后 我发现后妈这两年身体不是很好 总是说胸口闷 精神也不济 郁郁寡欢的 连想到她上一世就是心脏病发去世的 我赶忙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说是贫血加上心率不齐 只需要好好保养 吃些药就能痊愈 明明只是不严重的病 她上一世却病逝了 究其原因 肯定是对我爸和我太寒心了 一想到那间空荡荡的灵堂 我就心中意紧 这时 我妹正好在上高二 为了减轻后妈的负担 我主动担负其 每天督促辅导她功课的任务 后妈很是欣慰 一天晚上 我刷着手机监督佳佳写作业 佳佳写了一会儿 就抬头看着我 由衷地说 姐 你能回来真好 我瞥了她一眼 嘴这么甜 又想让我给你买什么 佳佳坐到我身边 抱住我的胳膊蹭了蹭说 姐 你不知道最近爸妈总吵架 妈妈心情一直不太好 是吗 我有些诧异 在我面前 我爸和后妈都掩饰得很好 我一直以为他们之间很和谐呢 佳佳叹气道 这半年爸爸总不回家吃饭 加班也变多了 妈妈一问他就不耐烦 弄得我也跟着紧张 这可不是个好信号 我想了想 这一年可不就是我爸要出轨生儿子的时间吗 难道我之前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他还是死性不改 我们家也没有王位要继承 他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想要儿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 对佳佳说 这些事你不要操心 一切交给我 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 佳佳仲重点了点头 说 姐 我最信你了 你回来后爸爸就老实多了 你一定让他们好好的 别离婚了 听到佳佳的话 我心中直叹气 别人家的高中生都动不动就抑郁 可敬而地作妖 父母整天小心翼翼地陪笑脸 我们家的妹妹不仅要学习 还要担心父母的婚姻状况 真是懂事地让人心疼 到了晚上 我爸加班 一回来就看到我在客厅等他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我爸脱下外套 奇怪地问道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爸 你最近很忙吗 听佳佳说你总加班 看来你们单位效益不错嘛 我爸咳了一声说 还就那样吧 下忙 我说那也太辛苦了 你也是四十多岁笨五十的人了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我爸嘟囔道 我哪有这么老 看到他这个反应 我心中有了数 说 爸爸你得多注意 你看妈妈 最近身体就不太好 家家学习也紧张 你要多关心关心他们 咱们一家子都好才是真的好 你说呢 我爸抬头看了我一眼 有些不自然地说 嗯嗯 你说得对 等我忙过这一阵子 说完他匆匆忙忙地进了卧室 我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上一世我爸搞外遇的事情 我从奶奶和姑姑那里了解过一点 他的外遇对象是他单位的一个年轻女下属 叫王梦 她是大学毕业后到我爸单位上班的 长得还行 个子也不矮 也不知道怎么就和我爸好上了 愿意替他这个半老头子生儿子 我爸混了这么多年 只是单位里的小中层 跟有权有势四个字都不沾边 年轻时他人还算是英俊潇洒 可现在都快五十了 一眼望去 头顶微秃 肚子也微秃 可以说是徐娘半老 风韵不存 我不明白王梦到底图的是什么 是缺乏父爱吗 可能是我的敲打起了些作用 我爸连着几天都回家吃晚饭 对后妈和妹妹态度都很和煦 我身处其中 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和她一起粉饰太平 可私下我开始调查 我爸我身处的这个十八线小城市 没有私家侦探这个职业 所以我只能动用自己能动用的一切力量 首先 我找到了一个和我爸同单位的高中同学 让他帮忙留意一下我爸和王梦的关系 每两天 这个同学回复我说句 他偶尔观察我爸 对王梦很照顾 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午饭 不过相处模式还算是自然 在单位没有出格的表现 他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爸和王梦应该还处于萌芽阶段 那我该怎么做呢? 是放任还是阻止? 这是一个问题 放任的话 只要在保证后妈利益的大前提下 大不了就是离婚 后妈已经和上一世不同了 她有我有佳佳 有亲妹妹帮衬 新房也是她的名字 就算离婚了 日子应该也不会太差 可佳佳怎么办呢? 她现在正好在高中学习的紧张阶段 如果爸妈婚变 会不会对她的关键时期产生影响? 再说 我凭什么要便宜我爸? 现在正是她出钱出力的时候 她想跑去和年轻女人生儿子 真是想得美 我几乎是瞬间做出了决定 既然如此 就让我落手催崖 直接把他们这段步伦扼杀在萌芽里 一周后的一天 后妈说 我爸晚上不回家 吃饭要加班 我立刻明白了 我爸这是憋不住了 要和王梦见面 我连忙请了个假提前下班 戴上口罩 乔装打扮好跑到我爸单位门口堵他们 到了目的地后 我左等右等 也不见我爸出来 难不成他真的要加班? 可直觉告诉我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于是我又耐心地等了二十多分钟 直到单位里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 我爸的车才开了出来 副驾驶坐着一个女人 果然是王梦 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作为证据 然后打了个车跟着他们 不一会儿 我爸的车停在了市中心一个商场门口 两个人毫不避讳地拉着手走了进去 我暗骂了一句狗男女 然后跟了进去 接下来 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俩年年呼呼的相处过程 我爸请王梦吃晚饭 陪他看新上映的电影 还在一楼专卖店给他买了双新款的皮鞋 两人俨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买鞋时 我爸甚至蹲下身子亲手给王梦换鞋 逗得他咯咯直笑 我看得胸口翻涌 差点恶心死我爸 都这个岁数的人了 难道会真心真意地爱上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王梦吗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么下本 无非是想哄人帮他生孩子罢了 至于王梦 他的条件不错 应该能找到很多同龄的优质男人 他和我爸在一起 还要冒险当小三 总要图点什么吧 总不可能是被我爸的个人魅力征服 我认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 上一世我死得早 不知道我爸和王梦 不知道我爸和王梦后来发展得怎么样 这一次我还是要搞清楚 想到这里 我找同学问了王梦就读的大学和家庭地址 然后隔了几层关系 四处打听 小地方的好处就在于消息流通很快 终于让我拿到了一些好料 到了周六 后妈要带佳佳去补习 两个人中午都不在家 他们刚走 我爸看了看表 对我说 那个我也有点是要出去一趟 中午你自己吃吧 见他着急要走 我才开口说 爸 我想和你聊几句 耽误你五分钟行吗 我爸见我表情认真 说 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是工作上的事吗 我没说话 只给他发了一张 他和王梦搂在一起的照片 这是我同学发给我的 我没敢给我妈看 您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我一出手 就是重磅炸弹 我爸当时呆住了 他盯着我沉默了片刻 才一屁股坐在沙发说 这是谁给你发的 我严肃地说 爸 谁给我发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干嘛 你想干嘛 我爸养了养头 随后 随后揉了揉眉头说这个事 我没必要和你解释 你不要跟你妈乱说 我自然会解决 我说 我妈身体不好 家家学习正在关键时期 你这个时候搞这些是想毁了咱们这个家 我爸骤然抬头 有些发怒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生气 也不激动 只淡淡地说 你小点声 让邻居听见了怎么办 难道这是很光彩的事 你倒是说说 你搞这些要做什么 看到我不依不饶 不软不硬的态度 我爸也很头疼 他捋了捋日渐稀薄的头发 组织了一下语言 才说QQ怨怨你也大了 应该明白 大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 你妈他生玩家 就不能生了 这么多年我也没说什么 现在我就是想趁年轻要个儿子 很难理解吗 原来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这该死的男人 致死是少年心态 倒是真的值得人学习 我很无语重心长地说 爸 我能理解你 但是无法共情 你想生儿子是你的个人追求 说起来并没有错 可婚内出轨勾搭女同事 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有没有想过 人生有舍才有得 你现在这么做 是已经做好了 要舍弃我们这个家的选择了吗 我爸愣住了 他艰难地喘了口气 才道 我是你爸爸 我从来没想过 不要你和你妹妹 就算我有了儿子 你们也是我的女儿 什么都不会改变 在我爸心里 第一顺位是他自己 然后是他未出世的儿子 再后是我和我妹 我失望地望着他 合着你心里并没有我妈的位置 他和你结婚十几年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难道就不重要吗 我爸垂下眼睛说 你妈要是能给我生个儿子 我肯定会把他供起来 可他不能 也不能怪我 再说他并不是你亲妈 我才是亲爸呀 怨怨虽然早就知道 我爸是什么德行 但我还是挺难受的 爸 我劝你擦亮眼睛 珍惜身边人 我妈确实不是我的亲妈 可从小到大 她对我怎么样你知道 我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更何况 她还生了家家 她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你们离婚 我会站在她那边 家也一样 我对我爸施压 我爸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咬牙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 这些年 我对你难道就不好吗 我是你亲爸 我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 我说 正因为你是我爸 我才没告诉我妈 才给你一个选择和改正的机会 我爸失望地看着我说 你真是白读了这么多年书 完全被你后妈灌了迷魂汤了 都分不清里外亲书了 我养你这么大 就是来讨债的 我告诉你圆圆 我现在就是要生儿子 你们谁都拦不住我 大不了就离婚 谁怕谁呀 见我爸露出猙獰的神色 我冷笑一声 爸 你还不服老呢 你知道 人老了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吗 就是开始犯糊涂了 现在你和这个王梦搞在一起 是图他年轻 图他能生孩子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王梦图你什么 我爸一皱眉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王梦年轻漂亮 是大学生 还有工作 你觉得他是找不到别的男人 所以才看上你的吗 我爸粗声粗气地说 你懂什么 我们是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 是纯洁的 这很正常 搞外遇就搞外遇嘛 说什么纯爱啊 在众多谱信男中 我爸绝对是翘楚 我也不好意思哈哈大笑 只能含蓄地说 你是我亲爸 我也是为你好 我只是想阐述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就是便宜美好或不便宜 有些路边他卖的苹果 看着外表光鲜 价格便宜 买回家后才发现一点也不好吃 或者里面都烂了 王梦在大二的时候 休学了一年 他有没有和你说过为什么 我淡淡地说 我爸说 休学又怎么了 你想说什么 看来他不知道 我露出一个同情他的表情 扔下第二颗重磅炸弹 王梦大二时意外怀孕了 然后去做了流产手术 我爸一愣 随即掩饰住震惊的表情 不懈地打断了我 这有什么 我不在乎这些 我这个年纪了 有过两段婚姻 你觉得我会介意王梦的过去 小人之心 虽然这么说 可他的表情明显是很诧异的 还隐隐有一丝失望 那接下来的消息估计会让他接受不了 我不紧不慢地扔下第三颗炸弹 爸爸 我想说的是 流产是个小手术 歇几天就行 王梦为什么要休学呢 我问了几个认识的人才发现他休学是因为他住进了精神病院 治疗了半年多才出来流产 只能说 王梦遇人不疏 或者个人作风不严谨 可精神有问题 却是会遗传的 我爸眼睛一瞪 力声道 你胡扯 爸 三十多年前 王梦的奶奶因为犯了精神病 被家人活活打死 他家那片的老邻居全都知道 并不是秘密 王梦他爸也精神不太正常 王梦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 大二十却因为和男朋友分手流产犯了病 住了精神病院 这些事根本就瞒不住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找个同龄的男人谈恋爱 因为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啊 我爸呆住了 似乎在回忆和王梦相处的点点滴滴 越想表情越凝重 我记得上一世我奶奶曾和我说过 自己儿子真厉害 离婚了还能找到黄花大闺女 还是漂亮的大学生 口气简直得意痒痒 我姑姑却吐槽式地说 也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 上赶着跟你爸好 当时我就心存疑虑 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呢 事情如果违反常理 那一定是有不为人知的问题 后来我随便找认识的人问了问 结果问出了王梦一大堆的往事 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当然王梦也挺不容易的 生长在一个有精神病史的家族中 可有缺陷 并不是和有夫之妇搞外遇的理由 我对他丝毫提不起同情 只有鄙视 上一世我爸被表象迷惑了双眼 盲目地想要生儿子 最后王梦大概率会给他生一个有精神病的儿子 我难以想象他会是什么心情 见我爸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口气轻松地说 爸爸 如果你不介意王梦生的孩子会遗传精神病 说明你和王梦之间是真爱 那我诚心祝福你们 我爸傻呆呆地坐在一旁 好像已经实话了 这次和我爸的交涉对我来说并不愉快 虽然我占了赏风 却没有啪啪打脸的爽感 只觉得很可悲 话已至此 我爸会怎么选择都要看他自己 如果他连遗传精神病都不在意 那他真的是颠得可以 已经没有理智可言 届时我会很高兴地看他和我后妈离婚 从此离他远远的 说完这些 我也不再和我爸说话 给他时间 让他想想一周后 我爸和王梦提出了分手 看来他还有些理智尚存 不过提出分手后 王梦的反应令 我爸始料未及 王梦一改平日里的温柔可人 死活也不同意分手 天天和我爸闹 还威胁他要告诉单位领导 甚至还要来我家和我后妈摊牌 我爸只和我亲妈 我后妈这类温和的女性接触过 王梦让他明白了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他被王梦闹得焦头烂额 还束手束脚 毕竟王梦有精神病时 还有过入院记录 如果真的发疯了 可能什么都做得出来 甚至不用负上法律责任 我爸的头发本来就很稀疏了 被王梦这么一闹 每天大把大把地掉 很快就可以四大皆空了 他没人可以商量 只能抓着头发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已经劝不住他了 我不厚道地说 王梦上次发病就是因为被男朋友甩 这次犯病了也不稀奇 我爸顾不得我的风凉话 着急地说王梦他妈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继续和他触对象 不然就要来咱家摊牌 这可怎么办 万一被你妈知道了怎么办 万一影响家家学习怎么办 现在怕影响后妈和家家了 晚了吧 我想了想只能到王梦 这种情况能有人要就不容易 所以王梦他妈肯定把你当救命稻草 死也要把他嫁给你 我爸寻寻觅觅 找了这么个对象 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劝你和我妈实话实说 争取宽大处理 至于家就说家里要重新装修厕所 我带他去我奶奶家住几天 因为王梦太疯了 我爸思前想后 终于吞吞吐吐地和后妈承认了错误 但他十分狡猾 只说和单位一个女下属走得有点近 完全是一时糊涂 现在要回归家庭 希望后妈原谅他 后妈乍闻噩耗 一时间难以接受 还没来及伤心 王梦的妈妈就带着王梦杀了过来 等我接到邻居电话赶到的时候 只见我家门口围了好多人看热闹 王梦的妈妈挺着胸插着腰 在我家门口破口大骂 你白白睡了我女儿 想分手就分手 没毛 你必须给我们家一个交代 姓缘的 你要不娶我闺女 我就天天来闹来骂 没完没了 明天我还要去 你们单位找你们领导 你老牛吃嫩草 勾引我闺女 现在想把她甩了 不能够 我后妈当了一辈子老师 从来都是受人尊敬 没曾想家里还能出这种丑事 气得跑去她妹妹家了 我爸则是没地儿躲 没地儿藏 又不能放着不管 只能小声哀求王梦 求你了 快带你妈妈走吧 咱俩的事回头再说 王梦却像什么都听不见似的 一直呜呜地哭 还念叨着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为什么又不要我了 我能给你生儿子 邻居们指指点点的 都在看我爸的笑话 我爸这才明白自己 惹了个什么天大的麻烦 恨不得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我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 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一路小跑 来到了后妈妹妹家 小姨这几年 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和上姨是不同 她现在对我很好 一开门 她冲我弩了弩嘴 让我进去劝我后妈 后妈正在屋里擦眼泪 一见我 故作坚强地说 我没事 你别担心 我叹了口气 坐到她身边 轻声说 你放心 你做什么 决定我都支持你 后妈一时伤怀 又掉了几滴眼泪 说怨我真的没事 我比你想得坚强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不会想不开的 看来 我爸告诉了她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垂下头 为自己有这么个爸爸感到羞愧 闷闷地说 我什么都没做 你别难过了 不管我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还是发展到了如今的地步 后妈和家家都免不了受到伤害 重活一世 我到底在忙活什么呢 我正在懊恼 后妈却忽然抱住了我 哭着说 你为我做得何止这些年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怨怨 谢谢你 我真的谢谢你 我每天都在默默感谢你的亲生妈妈 她生了这么好的女儿 却让我来享受你的照顾和善良 你爸爸就算再不好 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她生了你 我被她紧紧抱在怀里 心酸难忍 想到上一世听闻她死讯的一刹那 我更是为她感到不值 也哭得稀里哗啦 后妈的妹妹走进来看 我们俩抱头痛哭 无语道 你们不至于吧 姐夫出轨就出轨 大不了离婚日子照样过 我擦了擦眼泪 点点头说 小姨你说得对 不就是离婚吗 我一直想保护后妈 想维持家庭 可想走的人留不住 只有真心愿意在一起生活的人才能长长久久 虽然我和后妈没有血缘 但是我们彼此相爱 我和她还有家 在一起也是能组成幸福的家庭 看到后妈还在哭 我假装委委屈屈地问道 要是你和我爸离婚了 我能不能跟着你 后妈这才破涕而笑 说 就算不要家 我也得要你 后妈在家人的支持下 还是和我爸离了婚 他们之前住的房子归我爸 后来新买的房子归我后妈 存款两个人 一半清清楚楚 我已经成年了 根本不需要跟谁 反正我没打算离开我后妈 至于家家这件事 我们本来想暂时瞒着她的 可王梦他妈三天两头来闹 导致我们家在小区里都出名了 影响实在太大 家也不可避免的 知道了 我挺担心的 怕影响她的学习 没想到家家比我想象的坚强 只低沉了一段时间 随后又变回了那个 元气活力的少女 就这样 我爸轰轰烈烈地离开了我们的家 可能是过程太惨烈了 连我奶奶和我姑姑这样 重男轻女的拥护者 都深感遗憾 私下跟我说 让我好好哄哄我后妈 等王梦生了儿子后再复婚 我老太太想啥呢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我爸爸 他在和后妈暗淡收场后 被王梦一家子纠缠不休 最后竟然还是和王梦结婚了 虽然我挺恨他的 可我也不希望他被这样的一家子缠上 于是我给他打电话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真的为了生儿子什么都不顾了 就算是想生儿子也得找个正常人吧 我爸认命似的说我已经被闹得离婚了 王梦他妈还要告我强奸 我不能再让他们把工作也搅黄了 算了 跟谁过不是过 我无语 你这是破冠破摔了 我爸黯然道 不然我还能怎么样 大不了就不生孩子了 其实我已经去劫渣了 我不会生一个有精神问题的儿子的 将来更不会拖累你们 他这口气生无可恋 逗然让我想起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这句话来 我本还想劝劝他 和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过日子 没这么容易 可我爸都是成年人了 他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后来我听说我爸和王梦过得还凑合 王梦疯得不算太厉害 只要什么都听他的 不提分手就还算是正常 但是只要两个人有点小矛盾 或者我爸流露出药和他分开的意思 王梦和王梦他妈就会发颠 又吵又闹 搞得尽人皆知 把我爸整得痛苦不堪 听到这些消息后 妈和我都有些哭笑不得 家家说 爸爸以前总和我说 做事情要贯彻始终 现在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就算再苦再累 就算是爬着也要走完 梁凡翻外后妈和我爸离婚后 我们的日子照常过 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直到我工作的第二年 后妈开始积极地给我张罗着相亲 我家正处于考大学的关键时期 您这母爱还是先集中在小女儿身上吧 我如是说 后妈挥了挥手道 你也是 关键时期则偶 主要就这么几年 黄金时间 你可不能不着急 然后她就开始四处打听优质的单身男士 还让我美容 买化妆品和新衣服 全副武装起来 我花枝招展了一段时间 发现后妈那边光打雷不下雨 至今没给我安排过一个见面的人选 妈 你不是让我相亲吗 人呢 这就是饥饿营销吗 我甚至产生了该死的好奇 家家一边笑一边说 咱妈这边都给你回绝了 身高不够一米八不行 家里没房子不行 没车也不行 视力不好不行 我脸皮抽搐了一下 说 妈 那个我也没多好啊 咱不用这么挑剔的 后妈义正词严地说 不行 我一定要给你把好官 差一点地别想进咱家的门 不说了 你小姨给我介绍了一个 我明天要去见见她妈 转天后妈回来 跟我说 这个也不行 我说 why 后妈道 她家是单亲家庭 我现在也是啊 后妈 我说你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家务 你猜他们说什么 说啥 难不成是嫌弃我 后妈不满地说 她妈说没关系 我儿子会做 到时候让他做就好了 我瞪大眼睛 这不挺好的吗 这已经很可以了 我确实不想做家务 后妈说什么叫没关系 你又没做错事 需要他们说没关系吗 我家家在一旁 已经笑得垂胸顿足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姐嫁不出去了 我轻咳了一声说 妈 虽然我不是很想相亲 但照你这个标准 估计很难有人能适合 后妈想了想 也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就说 女大不中流 算了算了 你要是实在愿意 那就去见见 说不定也还行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两天 后妈还是给我安排了线下见面 我坐在餐厅里和那个男人一打照面 顿时吃了一惊 这不是良凡吗 这时才想起来 出门时 我妈似乎嘱咐了我一句 说跟小梁约的九点 原来他说的小梁是梁返 他不是在临世吗 怎么还能和我见面 真是孽缘 梁返和尚仪式一样 一是整洁 温和秀气 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好感 谁会料到 这个人已经有了个三岁的儿子 甚至还被假称为弟弟 养在家里 上一世 他打了一手好算盘 想等我怀孕了之后才说出真相 估计我不认 也得认了 届时我也会变成一个后妈 我的遭遇可能会比我后妈还要凄惨 梁返见到我后眼前一亮 说 你好 你就是赵阿姨的女儿吧 我叫梁返 我说你好 我是圆圆 看我沉着脸不说话 梁返轻声道 小圆 你有什么爱好 我打断了他说 我听说 你家里有个三岁的小弟弟 还真是少见 梁返自然地笑了笑 呵呵 这不是流行生二胎吗 我妈怕我寂寞 给我生个伴 她的幽默感一如既往 可我已经没了欣赏的心情 梁返彻头彻尾的欺骗 只会让我恶心反感 怪不得后妈 并不想让我和她相亲 她直觉梁凡是个不靠谱的人 真可惜上一世我没有听她的 想到这里 我自认没必要为了她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上一世的一切 包括人和事都该有个结束 我说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和你相亲的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有人说你弟弟小龙就是你儿子 你们家骗婚 梁返脸色大变 连忙说这是没有的事 我给你解释 我提高了声调说你没必要和我解释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 这件事我会告诉介绍人 当然你可以自证 可如果你企图隐瞒 个人情况再去欺骗别的女孩 我一定会报警处理 我们这地方就这么大 流言传得比光速都快 你的秘密转天就会尽人皆知 我劝你好自为之 说完 我毫不留情地离开了餐厅 我刚走出大门 梁返在我身后喊了句 小悦 我是真心想和你过日子的 你要相信我 我并没想害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也带着上一世的记忆 所以才特意跑来我的家乡看我 停下脚步 梁返跑过来说 小悦 我并没有想辜负你 小龙只是我过去的一个意外 我要对她负责 可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建立新的家庭 一起幸福生活 我知道你回来了 你上一世匆忙离世 并不是我造成的呀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再许前缘 她眼中含泪 言辞恳切 像是马上就要哭出来 我转过身 劈头盖脸地骂道 你哪里来的脸 竟然好意思 把这些阴险算计说成纯爱 你喜欢我 我就要喜欢你吗 你这是骗婚 是犯法的 我指着梁凡的鼻子比一道 你认为我凭什么要找一个带着私生子的男人结婚 你觉得你配吗 梁凡脸色惨白 亮亮呛呛地退后了几步 说不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 我冲她比了个中指 请你下地狱去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出差三个月 男友身后多了个小学妹 她坐在我的专属副驾驶上查言扎语 姐姐生气了 我还是坐后面吧 男友一把按住她 让我大气一点 笑死 真把自己当霸总了 我立马掏出手机 天凉了 正是该破产了 大家好 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 我万万没想到小说里的剧情 也能发生在我身上 三个月前 公司派遣我出差 因为业务繁忙 和男朋友的联系也变少 今天回来 男朋友居然带着个小学妹来接机 小鱼 欢迎回来 刚下飞机 郑林就抱着一束鲜花 走到我面前 我开心接过 正想搂住她的胳膊 谁知道 她竟下意识躲开了 正疑惑时 她身后走出个穿白裙 长头发的清秀女孩 这是陆路公司里 新招的业务员郑林 清了清嗓子 姐姐不要介意 郑哥说要来接你 我正好顺路就一快过来了 她说话实怯怯的 身子却紧紧地贴着正脸 原来是个小绿茶 我当然不会介意了 你郑哥向来对员工很好 只是不知道 你家住在哪个荒郊野岭 都顺路到郊外了 小绿茶眼睛都红了 脚滴滴地拽了拽郑林的衣角 姐姐是不是生气了 都怪我 刚才没打到车 麻烦哥哥了 郑林安抚地拍拍她的手 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 没事 你一个人在公司门口 我也不放心 真是郎友情切有意 我都气笑了 不是来接我的吗 废话那么多干嘛 送我回家 我直接把行李箱 扔给郑林 大步往前走 快到她车前时 小绿茶快走几步 一屁股坐在副驾驶上 挑衅地看着我 姐姐我晕车这两个月 都是坐郑哥的副驾驶 看出来了 我原来贴的小仙女 专做的图案 已经没有了 座椅垫子 也换成了 我最讨厌的长毛毯 见我不说话 小绿茶 可怜巴巴地低下头 姐姐生气了 我还是去后面坐吧 只是难受一会儿而已 也没关系的 她慢吞吞地解开安全带 委屈地看向郑林 郑林也不负所望 一把按住这个叫露露的女孩 让她安心坐着 小鱼 不要无理取闹 就这么个位置你也要计较 我冷笑几声 谁说我想坐副驾驶了 我前几天看新闻 一个女孩坐副驾驶出车祸毁容了 那脸让玻璃滑个稀烂了 露露气得脸都僵了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郑哥 姐姐是不是在诅咒我 都是我不好 让姐姐生气了 车子已经启动 露露还在拿小手勾正林的袖子 我从后面伸出脑袋 挤在他们中间 压低声音 你再拽他几下 诅咒就成真的了呀 姐姐就住在这里吗 我妈妈平时都不让我来这的 说这里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说着用手捂上了鼻子 嫌弃地看着面前的老破晓 当然 我说的不是姐姐你 她觉得自己扳回一局 指着旁边跑过的一个黑胖小孩 郑哥 你看这小孩 像不像咱们公司的小黑狗 她幸灾乐祸地笑着 像是这样 就能贬低 住在这里的我 我也笑了 她指的可是刘大妈 最疼爱的小孙子啊 只见刘大妈 扔下大菩萨 三两步冲到车前 揪住了露露的头发 小浪提子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还敢说我宝贝孙子 露露被吓得哇哇大叫 拿起手机要报警 王大妈 往车前一躺 你们撞了 我还想报警 我的心脏病犯了 来人哪 救命啊 他们还想争辩 我指了指门口坏掉的摄像头 成功让他们闭上了嘴 最后露露和郑林 只能鞠躬道歉 才被放行 露露 你妈就没教你出门 要管好自己的嘴吗 我拍了拍车门 留下黑着脸的两个人扬长而去 我爸妈都是西时代的企业家 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的这件事的 他们隐瞒我的理由是怕你有钱学坏我 省吃俭用这么多年 突然被告知是富二代 很好 这种感觉爽极了 我和郑林是在大三时候认识的 彼时我正在穿着厚厚的玩偶发传单 因为太过笨重 一下子撞到了郑林 怎么说缘分就这么奇妙 郑林对我一见钟情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她说我清纯不做作 和那些虚荣败金的女人不一样 大学毕业后 郑林想要创业了 万事总是开头难 我们一度止步于资金问题 当时公司只有五个人 我作为其中唯一的女生 要兼职财务 客服 厨师 清洁工 我爸妈不忍心看我这么辛苦 给了我几张存折 每张都是六位数 我以老爸的名义投资 不过我不敢对郑林承认 怕他觉得自卑 公司走上正轨后 我才回到自家公司 毕竟我是独生女 家业还是要继承的 刚进门 我妈就给了我个大大的拥抱 宝贝真棒 这次签下这么大的单子 爸妈也能放心 将公司交给你了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妈妈同意你和郑林在一起了 我爸咳了两声 我也同意了 我不同意 我泄气地坐在了沙发上 他俩围过来 好奇地看我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非常想忘记 当初为了和郑林 在一起绝食的样子 许久 我才从牙缝里挤出句话 我被绿了 两脸震惊 我爸怒了 谁敢绿我于霸天的女儿 我赶紧阻止了我爸变化摇人 我自己来 自己的仇自己报 不虐死他们 我不交于金金 第二天 我就打扮 一心去了郑林公司 我到的时候 一群人正围着露露 欢呼辛苦露露了 看到我进来 露露撩起发丝 冲着我挑了挑眉 姐姐 我们公司 不允许闲杂人等进来的 就算你是郑哥的女朋友 也不能违反规定哦 周围员工 没一个为我说话的 都等着看好戏 我含笑四处打量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公司是我和郑林一手组建的 我占股百分之二十 你拿着我的钱还要赶我走 露露求正式地看向郑林 她阴沉着脸回避了露露的视线 郑林的助理站了出来 露露这两个月为我拉来很多投资 于解你坐享其成就 不要多说话了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天圣集团的单子最难抢 露露也能给拉来 多亏了她 咱们这个月业绩才能大爆 露露为公司立大功 李宇杰你可不能忘恩负义 不能因为你那点股份就高人一等啊 真可笑 公司里的人基本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现在却站在露露身后支持她 郑林因为站了出来 于津津 当初公司创立 你没出一分钱 我看在你是我女朋友的份上 给了你二十的股份 没想到现在员工们都看不惯你 我作为公司总经理 绝不能容忍你这种行为 我们公司共占股百分之四十 一致同意你离开公司 这是合同书 五十万买下你手上股份 我们好聚好散吧 当初为了让郑林开心 我自愿让出百分之十的股份分给公司元老 没想到竟都被郑林笼络过去 我冷笑着看着郑林大义灭亲地拙劣演技 拿出包里的文件拍在她脸上 谁说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了 睁开你的狗眼 看清楚这是多少 她疑惑地打开周围都凑了过来 随即哈哈大笑 于晶晶 你说谎话也要有个度 以为拿了钱董的股份合同就能吓到我了吗 于姐 钱董可是郑哥拉来的投资商 是公司持股最多的股东 你想拿他来吓唬我们 怕是傻了吧 露露娇笑地贴在郑林旁边 哦 忘了合同写的是我妈钱莲英的名字了 郑林 你是不是忘了我妈姓什么了 我哼笑一声 当初公司没钱 是我拿着爸妈给的钱找人上门投资 郑林才有这番光景 为了郑林那点自尊心 我还特地用的我妈的名义 郑林不可置信地把文件翻得刷刷作响 半嗓才咬牙切齿 你可真卑鄙 我一家既然有钱 当初为什么不拿出来自己无耻地买下这么多股份 还看着我跑断腿去拉投资 妈的 好想掐死他 他哪里跑断腿了 投资都是自己找上门的好吗 再说了 我家的钱和他有什么关系 别转移话题 现在我持股百分之六十 你还要赶我走吗 我抱肩靠在办公桌上 冷笑一声 公司所有人股份加起来也才百分之四十 他哪来得连赶我走 郑林一阵黑一阵白 自公司建立起来 他一直以老板自居 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 见他说不出话来 露露上前拉住他 郑哥 姐姐家庭困难 这投资的钱说不定是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带出来的 这好几年过去也该还了 再加五十万将他手里的股份全收够了 也算是对得起当初的情分了 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 公司现在刚刚走上正轨 他几句话就想收回股份 郑林反应过来 倾咳一声 合上了合同 露露说的 对于金金 念在你在公司工作几年的份上 我再加五十万 一共一百五十万买下你手里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我都气笑了 拿起合同 指着上面的白纸黑字 郑总可要看清楚 我妈当年可是投资了二百万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一百五十万换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你打发叫花子 要不这样 我一百万买你的股份比你够意思吧 见我无动于衷 他扯出一抹笑容看我 不得不说他模样是一等一的好 要不然 我这个严控也不会和他在一起 小于你不懂公司的运营 这里也没人会听你指挥 拿钱走人是你最好的结果 他越说越得意 转身坐在老板椅上 公司人员都站在他身后 和我形成对立 看来 我是在公司还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反正这个公司很快就会破产 留在这也没意思 两千万 这百分之六十分股份我都卖给你 我拉出身后的凳子 翘着二郎腿坐下 两千万正好高于公司现在的股份价值 你抢钱啊 郑林还没说话 路路先急了 郑林 咱们大学一个专业 你别拿我当傻子糊弄 看在当初的情分上 才是这个价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我也可以卖给别人 我敲了敲手机 他有些忌惮 公司不少客户都是我拉来的 我手机里有每个客户的联系方式 要是我出手 股份几天时间卖出去 完全没问题 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三天后 要是我没见到钱 你知道的 我晃了晃手里的合同 他咬咬牙 硬了 于津津 现在我才看透你 你这么冷血无情 怪不得住在老破旧的小区 要不是当初我妈看上你勤俭持家 我根本不会和你这么恶毒的人在一起 郑林鄙夷地看着我 等下恋爱四年 我都没进过他家的门 他是怎么通过 他妈是怎么看上我的 没想到你辜负了我的信任 成了和其他女孩一样拜金的人 他摇摇头 叹息一声 郑哥 不要伤心 好女孩还是很多的 露露在旁边咬着唇 拉着她的衣角 满脸心疼 都看着她 哎 人都是会变的 幸好我现在遇到了值得珍惜的好女孩 郑林双眼放空 做出深情状 要不是听说了露露是富二代的传言 我还真信了她这番鬼话 看着她油腻的样子 我打了个机灵 连忙将合同装进包里甩在肩上 只是甩得太过不消息 给了她和露露一个嘴巴子 废话少说 后天下午我来拿钱 郑林家不过是小康家庭 父母退休前也只是公司小职员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还有那个露露 满嘴胡言乱语 天圣集团是我在掌管 我怎么不知道 自己有和郑林的公司有合作 我倒要看看这个钱 他们怎么拿得出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郑林的自傲超出我的想象 她不仅将自己名下的车房 全都抵押了 还她掏空了父母的养老金 抵押了他们的房子 甚至还用劳两口的身份证借了高利贷 我爸戴上眼睛 仔细看了眼资料 沉默良久 真是个大孝子 我怎么还有点不忍心呢 这要是公司破产了 劳两口不得流落街头啊 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刚出差回来 难得有清闲时间 我特地陪着我妈去逛商场 准备选几套护肤品 只是没想到冤家路窄 碰见郑林三人 服务员赶紧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护肤品拿出来 这爆发户的做派顿时吸引了店里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回头看他们 为首的是个中年妇女 一头羊毛小卷 身材臃肿 偏偏穿着个紧身大红旗袍 走动起来活像个蠕动的大驱 露露如同花蝴蝶一样 跟在她的身边 阿姨你皮肤本来就白 要是再用点好的护肤品保养几个月 那看起来就跟我姐姐一样了 哈哈哈哈 露露可真会说话 大驱笑地张开了血盆大口 露出一嘴黄牙 郑林双手插兜跟在他们身后 大热天 穿着一身西装的像个成功人士 高昂着头 享受周围人投来的目光 哟 于姐姐怎么在 这家店可不便宜 姐姐可别耽误人家做生意 都已经听到这里了 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 制作不易 我们故事继续 露露好像才发现 我小嘴巴一通乱说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冲她翻了个白眼 店里人不少 有几个姑娘听见笑出了声 露露咬了咬牙 脸色扭曲 阿姨 你还记得于姐姐吗 她可是郑哥的大学同学呢 大驱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 从鼻孔哼了一声 我当然记得那年 我送郑林去上学 看见她在校园里面捡瓶子 一看就是穷苦人家 没什么见识 我还特地嘱咐郑林 平时要多照顾她 没想到你这么狠毒 竟然坑我儿子的钱 我可真是谢谢她了 她说的照顾 就是让郑林大学蹭了我四年的饭卡 明摆着是看上我人穷好糊弄 真是白瞎了她那么文雅的名字 好猪脸 我看是好猪脸吧 多大脸呢 你儿子大学蹭我了四年的生活费 这就是你说的照顾我 试着护肤品嘴也没停 你你你你好猪脸气得脸上的肉都哆嗦 肥硕的手指头都快戳到我鼻孔了 于晶晶 你还有没有教养了 我妈好歹是长辈 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 我怎么不知道 我女儿还有别的长辈了 我妈在沙发上一圈 贵姐正围着她端茶倒水 于姐姐 你还没拿到郑哥的钱 就赶来带阿姨来这消费啊 露露惊呼出声 又不好意思地捂住嘴 对那一圈的贵姐说 小姐姐们 于姐姐虽然没钱 但你们可不要和她计较啊 她是穷怕了 总喜欢那些奢侈品 不是 她是瞎吗 我妈可是穿着当季新品 带着成套首饰柜 姐们也同样震惊了 要知道我和我妈可是超级大客户 每个月都给她们贡献不少业绩 郑哥 实在不行 我们替于姐姐结账 钱就在下午的时候扣出来吧 露露撅着小嘴 仰着头对郑林说 我谢谢你用我的钱替我付款 露露 你可真善良 她都那么对你了 你还为她说话 可咱们不能总是包容她 听得我抓耳挠腮 原地蹦迪 你这是咋了 我妈吓得站了起来 我被恶心地发疯了 冷漠地吐出一句话 挥手招来贵姐结账 旁边郑林他们三个盯着我 好像断定我拿不出钱来 有些人别打肿脸冲阔气 小心回家都坐不起公交 十几个袋子都打包好了 直接刷卡十万 好的 于小姐 还是放您车上吗 贵姐笑开了花 这一单就顶她一个月的业绩了 你哪来的钱 郑林死死地盯着我 你管得着吗 我跨着我妈就要走 被郑林拦住了 你变了 你现在太虚荣了 她痛心疾首地摇着头 我妈一脸黑线地露出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能看上这个玩意 恰好朱连也选好了 大概是想和我们比阔气 她和露露拿了我们两倍的量 总共二十万 贵姐一脸激动地来到他们面前 郑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这只二十万 我一下来了兴趣 停在门口盯着他们几个好 朱连拔高了声音 有些人买几件东西 就觉得自己是有钱人 我儿子那才是真的有本事 一句话堵得郑林下不来台 强忍着心痛拿出了银行卡 但捏卡的力气太大 贵姐差点没从她手里拿走好朱连 提着袋子昂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 还放了个尖酸刻薄的屁 熏得郑林脸更黑了 我好心替他们算了算账 这二十万应该是除去买股份的钱最后剩的了 现在这么大手大脚的 以后没钱日子的可怎么过呀 不行 我得赶紧给他们提个醒 毕竟我可是个好心人 最看不得别人受苦 所以刚吃完午饭 就赶去了郑林公司 提醒她公司门口一群人春风拂面般地站在门口迎接我 郑林更是指点天下般地炫耀着手中的准备好的合同 今天郑总高兴 晚上请大家去喝酒 露露亲密地抱着她的胳膊 只是不知道过几天 他们还能不能有这个好心情 我收到钱 将股份转让给郑林 她兴奋地拿着几张薄薄的合同 就差拍在我脸上了 于晶晶 咱们现在算是一刀两断了 以后某些穷酸壮阔的人可别缠上我 周围人也发出哄笑 真是人走茶凉啊 曾经跟在我身后学习三个月的小姑娘也在嘲讽我眼皮子前 赚大钱的机会都给扔出去 我翻了个白眼 马不停蹄地走了 俗话说得好 不与脑残论长短 走出公司后 我顺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天凉了 正是该破产了 我爸好像是在刷碗 嫌弃地对我说 你小说看多了 你偷偷给郑林公司搬家里的东西 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赶紧都给我拿回来 完蛋 忘了还有这茶 我挂掉电话 阴沉一笑 天凉正破 希望你们准备好了 第二天早上 我再次来到公司门口 正好碰上郑林、谦和彤的大场面 露露风姿 摇曳地撞开门口的我 身后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精英男 这是天圣集团的孙经理 想和我们公司合作 他特意绕到我面前炫耀的开口 只是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公司有什么 孙经理、郑林他们立马点头哈腰地开始接待 于是我就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被忽悠着签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合同 我忍不住扣扣桌子 你们就不觉得太顺利了吗 谁都知道跑业务是最难的 合作公司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争利益打嘴仗的事情才能真正拿下 哪有像这样甲方单位自己上门还自愿让利的 露露可怜兮兮地摸了摸眼角 于姐解释不相信我吗 大热的天 我跑了很多地方 还耗费了家里不少资源才拿下的 于姐 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 没有资格露露指手画脚 于津津露可不是你这种人 他不光是富二代 还舍得为公司付出 才不是你这种小人能比的 周围人义愤填膺 仿佛我的话是对露露的莫大侮辱 你就是极度露露 所以才一直针对他 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现在请你离开郑林 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已经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 怎么会接受别人的反驳呢 走是一定会走的 我拍了拍手 走进来一群黑衣大汉 给我 你要干嘛 郑林急忙拦在前面 我环顾四周 公司里处处都是回忆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还真是下了不少本呢 公司的桌子 椅子我买的 饮水机我买的 空调我装的 打印机我买的 滤纸我买的 垃圾桶我买的 扫帚我买的 就连你们擦屁股的纸都是我买的 我这边可都是有发票的 我带着人走了一圈 成功搬走了公司大半部分产业 现在屋里就剩下电脑和网线了 灯泡我都给拧了 公司员工都在窃窃私语 大概他们都想不到公司里的东西都是我自掏腰包置办的 郑林修的面红耳赤 站在一旁攥紧了拳头 我享受着他愤恨的目光扬长而去 原以为再也不会见面了 可谁能想到 两个月过去 他们还在蹦跶 宴会上 露露穿着一袭小白裙 依偎在郑林身旁 两个人手 玩手穿梭在会场上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场商业宴会请的都是国内知名企业家 以郑林的公司级别根本不够格 那他俩咋进来的? 于姐姐 这是商业宴会 你怎么能进来? 真是冤家路窄啊 我才坐到沙发上 露露又发现我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别一会儿被人扔出去 郑林穿的人母狗样 头发还打了蜡 头上那个油啊 苍蝇上去都得劈叉 见我不说话 露露更以为是我心虚 于姐姐拿了那么多钱 怎么也不满 伸好衣服再来 每次宴会我都要买陈家的新款 一会于姐姐在门口等着 等我不穿了 可以送给你 毕竟这高档宴会上的裙子 我是不穿第二遍的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黑色小礼服 这是我妈给我私人定制 上面的一颗钻都能买下 他们一身形透于今 你如果再对我纠缠不休 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这两个智障是一点没注意别人看他们的眼神啊 这次宴会是我爸的合作伙伴刘叔举办的 特地邀请了我们一家 本来我是不喜欢出席这种场面 奈何爸妈又出去旅游了 只能由我出面 宴会上认识我的人不少 毕竟作为天圣集团的接班人 我还是很出名的 大唐经理适时走了过来 于姐姐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一会儿众目睽睽被丢出去 会更丢人 她得意洋洋地扬起嘴角 小姐 请问有什么需要 孙经理垂头立在一旁 恭敬开口 请这位没被邀请的小姐出去 露露高昂着头 轻蔑地指向我 经理没动作 我知道她在等我说话 她俩是谁邀请的 我靠在沙发上 抹杀着新作的美甲 眼神扫过郑林和露露经理 瞬间瞄动 下一刻就让他们出示邀请函 他们自然是拿不出来的 什么档次 也配刘叔邀请 郑林被一群人注视着 紧张的额头都出汗了 露露也慌了 但看见依旧坐着的我 眼神一亮 她也没有 经理笑了笑 这是我们董事长亲自邀请的 贵客不需要邀请函 但是你们二位 露露恍然大悟 声音变得刻薄尖锐 怪不得你抛下郑哥 原来是棒上金主了呀 郑林扭头看向我 一脸的愤怒于津津 我真是看错你了 声音有些大 瞬间吸引在场人的目光 马朵 尴尬得我又想抓耳挠塞 我倒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金主 二位是想砸我的厂子吗 刘叔走了过来 一脸严肃地站在我身边 郑林和露露自然认识她这张活跃在一线网络的脸 顿时慌了神 刘董 我们不是说您是 她就是这个女人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企业家 就是个公司打工的 不知道怎么混到会场来的 还扰乱会场顺序 我们正想帮您把她赶出去 露露在刘叔冷漠的目光中 越来越结巴 她是小职员 那你们又是谁 郑林整了整衣服 上前一步 掏出名片递到刘叔面前 刘董 我是正式公司总经理 郑林 我可没听说过什么正式 道士于小姐是天圣集团的总经理 她父亲于霸天是我的至交好友 这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们又是谁请来的呢 刘叔没接她的名片 伸手招来保安 准备将他们送出去 露露还震惊在 我跟天圣集团有关的消息中 被保安推着往外走 刘董是孙步义经理 邀请我们来的 郑林被推丧着大喊出声 刘叔一愣 和经理儿语一番 然后被气笑了 一个保安队长 也能做我的主了 最后郑林和露露 被赶出了会场 连放他们进来的保安队长也被开除了 直到宴会结束 他们还在门口纠缠小婊子 我供你吃供你喝 你不说想见识见识上流社会的生活吗 这个小白脸是哪来的 还连累我丢了工作 我打死你 保安队长是个彪形大汉 他死死地拽着 露露的头发不撒手 怪不得他俩能进会场 原来是露露为爱现身 我倒是小瞧了他对郑林的感情 郑林在一旁如遭雷劈 富二代女朋友居然成了被包养的小三 见我坐上了豪车 他也不再管哀嚎的露露 顿时扑到了车窗前 小鱼 我是被露露那个贱人骗了 我错了 宝贝 你回来吧 公司是咱们一手创立的 以后咱们还是一块掌管 不分你 我和郑林恋爱四年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宝贝 我原来只以为她是个情商低些的直男 没想到也是个屈颜覆势的小人 看着露露有钱 就能抛弃我 现在看着我有钱了又要抛弃露露 我坏心眼地摸了摸 不存在的眼泪 郑林 你知道吗 这次出差 是我爸妈对我们的考验 本来他们已经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只要再坚持一天 你就能成为天圣集团的成龙快婿 可惜被你亲手毁了 她脸上满是对天圣集团女婿的向往 对着旁边的露露恨得咬牙切齿 都是她勾引我的 我真的后悔了 宝贝 原谅我吧 可现在已经晚了 我转头关窗马溜走人 直到车子开远 我还能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的身影 我躺在后座哈哈大笑 这简直能拍一部电视剧 名字就叫千金大小街 隐藏身份打脸视力 眼妆逼难情场示意 职场得意 我的事业越干越红火 期间郑林想尽了办法联系我 他认定了天圣集团 与他公司签订合同时 我还对他怀有旧情 于是每天都订花送到公司楼下 短信也是不断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 甚至动员了大学同学试图挽回我每天看他的低声下气的道歉 现在都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休闲时刻了 当然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坚持多久 并不是他放弃了 而是骗子终于下手了 他们卷了资金跑路了 他急了 成天守在我公司楼下 短信也是不断 晶晶 你公司的孙经理是不是最近来上班了吗 我这边联系不到他人了 晶晶 咱们感情上的事不能影响合作关系啊 于锦锦 我劝你敢让孙经理联系我 不然我就报警了 堂堂天圣集团还要诈骗小公司资金 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 他的报警当然没有结果 合同是他自愿签订的 警察也没办法 正是公司一下子倒闭了 不仅血本无归 还拖欠了员工三个多月的工资 曾经义无反顾站在郑林身后的员工 将公司仅剩的几台电脑也搬走了 现在就剩两个穷光弹 还有成重墙了 对 陆路也没走 现在和郑林一起在公司发狂 幸亏当初没把监控拆走 现在还能看一波狗咬狗的好戏 你不说这是天圣集团的单子吗 为什么那边郑林发疯般地质问陆路 不知道陆路是不是太相信自己能力 不仅劝得郑林压上了全部身家 连他自己的存款也都投了进去 现在是钱没了 依靠的两个男人也是一个失业 一个破产 不仅如此 这两人同样都是恨他入股 上门验收工作室那天 郑林一家三口还有陆路都在 没错 我除了是天圣的总经理 还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包租婆 他们公司所在的大楼都是我家的资产 现在公司都空了 郑林的父母 由于房子被银行收回 只能住进了曾经的总经理办公室 公司里能抵债的东西都没了 里面也就他妈买的那几套护肤品最值钱 小鱼你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 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 不然创业的时候不会一直帮助我 郑林看见我开心极了 盯着半个月没洗的油头 深情凝望你 你也想我的对不对 郑林连眼睛都亮了不是 你多久没刷牙了 真的好臭啊 那一嘴大黄牙熏得我想吐 我挥了挥手 三位把租房合同递到他面前 我可真是太善良了 直到最后一天才来收房 他不可置信地打开 脸上的笑笔哭还难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要是知道怎么可能会和你分手 都是你害了我 他越说越激动 把错都怪在了我头上 要是你早点说 我现在还是正是公司的总经理 有了天盛集团的保驾护航 我的公司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都是你不肯帮我 郑林 我还要怎么帮你 公司选址在最繁华的地段 我以低于市面价格五成的租金租给你 公司没有人投资 是我低声下气地问父母拿钱 公司招不上人 是我每天顶着大太阳去大学里面宣传 那些员工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你除了会在办公室里抱怨生不逢时 还关心过别的事吗 郑林抱头痛哭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是那么喜欢我的吗 我给过很多次机会 可你从来不珍惜 曾经我是真的喜欢他 不惜一切 也要跟他在一起 甚至为了与父母对抗 几年的感情不是作假 我抹了把眼泪 招呼人把他们赶了出去 想到他们马上就要无家可归 我的圣母心又发作了 郑林 你也知道 我并不是狠心的人 看你们流落街头 我也很难过 其实陆路名下 还有一套房子 两居是正好够你们住 你们日后好好过日子吧 一听这话 好珠连双眼一亮 一把揪住碌碌的头发 小贱人 把我儿子害成这样 还骗我们说 没钱 郑林他爸也忍不住动了手 毕竟他们的老总儿子一下子破产 对他们打击还是很大的 有个发泄口也好 别把牢两口气坏了 再次见到他们是在大学同学会上 我刚到酒店门口就看到了熟悉的人影 郑林抱着一束玫瑰蹲在马路边 见我停车立马冲了上来 小鱼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来接你的 虽然他穿得人模狗样 但说话却扑面而来一股馊味 不知道最近他干了啥 不仅脸上有抓痕 黑眼圈巨大 人也销售不少 他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的思念 吵得我脑袋瓜子疼 到包间时 同学们都已落座 还特地给我留的并排的座位 见我和郑林一前一后进来 纷纷露出乙母笑 金金和郑林恋爱好几年了 到时候给我们发情帖 一定 到时候大办一场 各位都要赏脸了 郑林微笑着上前 想要搂住我 但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 郑林 你公司不是刚破产吗 哪来的钱大办一场啊 我放下包包 优雅落座 见大家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他有些尴尬地压低声音 金金 咱们自然是夫妇一体 不说什么 你我吃笑一声 我的情帖 大家是收不到了 还是郑林和学妹比较有希望 毕竟我们郑总可是说过 不想沾染穷酸的人 室友知道我俩的事 扑吃一声笑了 我说郑林 你那个单纯善良的富二代小学妹呢 怎么没带来 让我们看看 也好见识见识郑总的魅力 郑林苦笑 我以前是被蒙蔽了眼睛 现在知道了谁才是值得我珍惜的好女孩 我这话好耳熟 像在哪里听过一样 郑林 你上我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 住着我的房 把你爸妈丢在家里让我伺候 转身来追被你绿了的前女友 你这个软饭男 露露冲进门 把包砸在她身上 破口大骂 郑林脸上挂不住 回嘴道 要不你骗我是富二代 我和小鱼早就结婚了 得了吧 你妈早说了 当初一眼看上的 就是鱼晶晶捡垃圾的穷酸样 就是为了大学的时候 能有人伺候你 打的就是创业成功后 取白富美的主意 现在在我面前装什么深情 我当初怎么没看出 你这狼心狗肺的样子 还有你妈那个难伺候的 你偷了她的首饰卖钱 她在追你的时候摔倒了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你还有时间在这装模作样 回家给你妈收尸吧 露露撂下这句话 转身就走 郑林左右为难 最终还是选择去了医院 趁着郑林一家不在 露露火速 把他们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自己背个小包 远走高飞了 至于郑林她妈死倒是没死 只是脑梗发作成了偏瘫 他们没钱做手术 只能租了辆车回陆家 好不容易上了楼 见到的却是扔得满地的行李 但任凭他们怎么骂 露露也回不来了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 开心地围着我爸转了好几圈 我还没出手 他们就把自己给玩完了 我妈也是一脸兴奋 这样的好事 咱们不得庆祝一番 正好你留书的儿子留学回国 今天晚上咱们去聚个餐 我却背后一凉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想吐槽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